負面的教育 哪有正面的教育呢 真正能夠 展現在我面前的 有哪些 哪些是屬於 聖賢 哪些是真正的君子 我們現在所說的善人 善人 也都不是善人 善是要從自信出發 沒有自私自利 那個才是善 我們之前講過改善向善的道理 那才是真善 現在善人也很少 所以社會教育 我們看得到的 都是 三篤的流漏 五欲七寢的流漏 明文立揚的流漏 都是在講這些 那所以 五輪八德沒有人講 現在 有志之士 推動讀經的教育 讀經班 那把這個聖賢的教育呢 扎根到人心 那這個 我們這樣幾年看下來 它事實上 只是表面功夫 為什麼只是表面功夫 你光教小孩嘛 你自己都不做不到 你光教小孩有什麼用 我們怎麼可能期待 小孩子長大之後 來讓我們這個世界變成大同 那你自己都不做好了 你怎麼可以期待小孩子 會跟著變紅 那所以期待的這些兒童教育 兒童的這個讀經 後學以為是 那是表面功夫 如果不是每一個人 同自信上下功夫 真正的反求諸己 來學習這些聖人的標準 我們讀經 怎麼會有意義呢 我們今天在這裡 聽經文法 如果聽不到那個聖人的到位 那麼我們聽經文法 我們講經說法有什麼用 所以五輪八德不得不講明 單單這個講明啊 這個動作就是非常深的道理 什麼叫明 你如何把它變明啊 明是真正的 不貪不撐不吃啊 真正的轉凡神聖 破迷開悟啊 真正能夠斷惡修善啊 回歸到我們的那個良知本性 那個才是明 明明德 清明 清明 此以至善 如果不能夠明這個明德 我們做這個清明的動作 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自己 根本就在墮落了 我們如何去讓人家洗心革面 我們如何去改變人家呢 所以 話說回來 在我們道場 我們自己都不開悟了 我們如果去成全別人 讓他也能夠走上覺悟之路 自己都不清楚了 怎麼可能叫別人清楚了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自己要很清楚 那所以自己要很清楚 自己不明瞭 你要去度化眾生 那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嗎 都透過度化眾生來呈現自己 這個在以前是可以 在老前人以前 有聽過半道長道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是因為天命民視的護子 天命加持的力量 讓我們在外網的事業上 來成就自己的內生 這個是可行 以前的人心畢竟還很單純 所以看 在大陸 那些得道的那些人 幾乎呢 一得了就可以回去了 我們看到那些大陸 那些道青 他們那種 那種修道的理念 非常的清楚 在新聞裡面也講到 這些人啊 都是累劫累世就在修行 那修修修 另外呢 都沒有找到民視 沒有機緣遇到民視 每個人總在語言不同 這個語言不同 所以呢 有的人就一直累世修修修 修到已經是臨門一角了 就快要登堂入世了 插那個臨門一角 那民視的一指 所以呢 等到這個時候 欸 民視降世了 大道普傳了 結果他來得道 然後就可以回天了 他們是先修而後得 所以這些人真的是真心下功夫的 道傳到台灣之後 才有先得而後修 那麼老前人的天命 故此之下 我們都還可以 辦到度人成全人 在這個度人成全人的過程當中 同時也是在教化自己 那麼從現在的 的訊文看來 老前人回天以後 這個訊文啊 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這個也是後學 自己覺得 奇怪這個訊文跟以前的講法都不太一樣 那就是呢 老是先佛不斷的強調 要我們好好修修自己的內德 好好來修道 好好來收自己的緣 那麼以前老前人在世的時候啊 常常講 能辦就辦 不能辦了就守 這個在當時 道場之中是沒有辦法 領悟到這句話 也沒有辦法 體會這句話的爭議 現在呢就很明顯 真的不能辦就要守 守住 民事所傳給你這個道 不要讓他放肆掉 不要在這些 這個辦活動 忙開荒這個過程 啊 迷昧了自己的自信 這個 半道渡人 成全人 忙 跟著大家一起忙 要開荒了大家 一起去開 好像覺得自己有在做功德 人家說要對白 真正你在修什麼 你自己知道嗎 不知道 你真的說的有功德 真的有功德 也不見得 那麼從這個 先佛的指示來看 現在呢 好好的來修到 培養自己的內德 真修實練 真功實善 這個才是回天的根本 你忙著跟人家辦活動 忙著去跟人家開荒 忙著去做上子禮 去講三寶 結果呢 你體悟不到那個自信 你不了解你的良知本性 到底明是一指點 指點你的那一份光明在哪裡 你不知道 你不明嘛 你不明如何講得清楚呢 所以講明根本就是 很遙遠的一件事情 更不要說你要說五輪八德 五輪八德不在講 是透過座之中來講 所以講明是說你要把五輪八德做好 所以才知道說 哇這個明字啊 意義非常的深奧 如果不是 明是一指點 天命明是的降到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聖人的心法 沒有辦法知道 古大德他們的這個 思思密附本心的那個爭議 那現在呢 楚師大德告訴我們 認清目標啊 認清目標就是叫我們好好的做人的道理 你把五輪八德 你把五輪八德 好好的來歷行下功夫 那麼你就可以乘勝很遠 老前人常說 忠誠孝子 今天過世明天回天做神 忠誠孝子不用修道 他可以直接回天 那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忠誠孝子就是自信的流落 他本身就是已經是 聖賢的標準了嘛 哪用修道呢 那麼回歸本性呢 就不用修道了啊 那條這個船可以丟掉了啊 不是這樣嗎 我過了皮岸之後 你還把船扛著 那不是一件 錯誤的知見嗎 頭上安投 怎麼可能呢 那我把五輪八德做到了 那麼五輪八德就是自信的流落 所以為什麼忠誠孝子 直接回天做神 我們在說修道的人 五輪八德都做不到了 怎麼比得上這些忠誠孝子 那個才是我們的標準 所以現在修道的明目很多 這些明目呢 五花八門 讓我們的眼花撩亂 所以啊 現代的人 不曉得修行是怎麼一回事 大家都湊熱鬧 湊熱鬧 大家呢就是 當作休閒 娛樂一下 把這種宗教的事情 把這種修行的事情 當成是現代的社會 一種時尚一種潮流 你看大家辦法會 大家都在這個 栽贈共佛 哇我不來參加 我不來舉辦一個 好像呢說不過去 結果大家忙著搞這些法會 那結果 那結果 真正的 五輪八德的落實 沒有人講 喔 大家都想辦活動 都想招 招信徒 喔 建大廟 把這個人辦得越風光 好像呢 道就很紅斬 人 越來越多 好像這個人就是很有道 那麼真正聖賢人的標準 這個根本都是知為莫節 甚至呢 那個是修道的障礙 喔 任清課題就是 好好的把五輪八德 拿來例行 例行呢 又把它 例行的透徹圓滿 那這樣呢 你才能夠講明嘛 你才能夠去教化眾生 喔 你才能夠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好學 把這個學問好好的學 把聖人的道理好好的學 武教經典好好的學 喔 學到呢 你這個 感覺到有哪一門你特別的清楚 那麼從那一門下功夫 一門深入 常識熏修啊 哪一門通了 你就所有的全部德目都通了 所以 他就是一個德目 他就是一個德目 他是老師說什麼 他就做什麼 那老師叫他課己副理 好 他就課己副理 老師叫他不惡過 他就不惡過 他就好好的把老師所教的這個德目做好 所以 言尾就成聖 課己副理這個道理很深奧 理 理是我們自然的這個生活 那自然的生活 那自然的生活 要透過課己的功夫 如果呢 我們每天 都讓這些五欲六成做主 攀稱赤愛做主 明文立揚做主 我們哪有辦法課己啊 你沒有辦法課己 你如何能夠把這些五輪八德的道理 做好呢 不要說全部了 得一善 這一善你如何能夠做好呢 那你一善不圓滿 其他的善怎麼可能圓滿呢 只有一個德目圓滿 其他的德目才會圓滿 譬如說 我們說孝 孝是德目之中的根本 孝不圓滿 然後呢 你說你中做得很圓滿 那孝還沒有辦法做圓滿 其實這是不對的觀念 那是因為你 你這個 中你也不圓滿 所以你孝也不圓滿 不是說你孝做不圓滿 可是你中可以做得圓滿 沒有這種道理 一個道理圓滿之後全部都圓滿 一個道理沒有圓滿 全部德目通通沒有圓滿 所以這個叫講明啊 沒有講明啊 沒有講明啊 我們真的很難了解 聖人那這些 唯一的妙義啊 心理心法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體悟啊 就很難有入所處 很難表現在這個自然的道體之中 道理要講得圓啊 道理要講得圓啊 就要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 要悟到本來面目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 相當難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的來下功夫 好好的來了解 道志宗子 大家早安 道志宗子 繼續講道 五輪八德 孟子曾經講 天下逆 源之一道 那這句話呢 代表著整個天下國家 都已經沉沦的時候 一個人是沒有辦法把他救起來 那很多人呢 也沒有辦法把他救起來 必須藉著道德力量 這種無為的話育 必須呢 在這個各種時空 各種時間之下 一一的來救度 那所以源之一道這句話的道理啊 是非常的深 那他也包括了非常的廣 我們中國人講道 他是無限寬廣的 的含義 那麼他的做法呢 也是無限的寬廣 所以老子講道 孔子也講道 甚至呢 佛陀也講道 那各家各派呢 都講道 那這個道呢 在這幾位學派 的一個教主所講的 通通在講那個道 但是呢 這個道 要如何能夠拯救世界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 必須要了解的課題 首先儒家 教我們從五輪八德做起 那麼五輪八德 就是佛家講的 斷惡修善 就是佛家講的 轉迷為物 那麼道家講回饋自然 通通都是一個講法 所以我們想想看 人跟人的關係 有五種的這種 地位 角色跟作用 他的不同呢 把它分成五大人倫 這五大人倫 分別是 君臣 父子 夫婦 長幼 還有朋友 那這五種關係裡面 我們必須清楚 五種關係 都必須呢 運作順暢 每一個 輪場都不可以偏廢 那也不可以特別的缺乏 就好像 天地的五行的運作 必須呢 循環不已 相生相克 那人體的內臟 這個五臟裡面 也是屬於這種循環不已 相生相克的運作 所以五輪 在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也是這樣子 古時候聖人 教化百姓 都是教導 人跟心 他的協調的關係 人跟人 他的溝通的關係 那麼人跟天地萬物 他的一個相處的道理 那這三種關係呢 如果都把它做好了 那麼自然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那今天呢 我們的社會 風不調雨不順 整個世界呢 天災地變 非常的嚴苛 一年比一年嚴重 那麼大家都在呼籲 大家都在減緩 如何阻止 天災地變的產生 那麼前提呢 就是從人倫做起 儒家 他特別重視人倫 那麼人倫的關係呢 就是自然的關係 人倫的關係 就是一種 很中和的這種運作 那所以想想 你斷惡修善 是不是從這裡修齊呢 轉迷為物 也是從這裡修齊 所以我們要知道 什麼叫修行的方法 現在呢 人倫的關係 已經被偏廢掉了 所以大家不重視人倫 不重視這種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剛才講到 聖人教化的這三種關係 通通在道之宗子裡面 人跟心 他的協調的關係 這個協調的關係 必須透過 人內在的那一份 良知的覺醒 儒家講 格物自知 誠意正心 人跟人的關係 就是講到五輪八德 那麼你這五種關係 運作不順暢的話 你怎麼樣讓這個族群順暢 讓這個社會國家順暢呢 人跟天地的關係 我們如何跟天地呢 相處在一起 那現在呢 旱災來了就特別嚴重 水災來了就特別嚴重 颱風地震 都引起極大的傷亡 這可見呢 人跟天地的關係呢 相處的已經呢 出了問題 人不尊重天地啊 天不遠地不語 它不會跟你抗衷 但是呢 它會因著人心的變化 而產生呢 各式各樣的變化 那這樣的變化呢 有時候是人類沒有辦法承受的 所以叫做災難 那所以我們今天 強調五輪八德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根本 我們必須呢 把這種五輪八德的教化 落實在民間 每一個大街小巷 不只小孩子教 大人也要教 整個族群 每一個人 通通要教 幫助他呢 回歸本位 幫助他呢 能夠安分守己 做好自己的角色 那麼修行就是在修這個 沒有比這個更重要了 今天修行如果沒有從這裡入手 那麼 這個叫錯用功夫 錯用功夫 你修行怎麼可能會有成就呢 想想你跟你的家人 都相處不好了 你到道場 怎麼可能會跟人家相處得好 你的家 家庭子女 你的親戚都度化不起來了 你如何度化別人 再想想 我們內在的那個貪嗔痴 殺到淫忘 那種各種的無明妄想 煩惱掛愛啊 我們都沒有辦法降服了 那麼如何來 要在這個外向上的社會 讓它改善 所以教育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方法 所以孔老夫子 他為什麼要周遊列國 他為什麼要有教無類 開辦思學 來教授這些學生 他在他的那個時代 現在 就已經是 屋頂請頹的現象了 那孔老夫子啊 勉強 把這個請頹的現象啊 把它扶正 到現在孔子 已經離我們兩千多年了 這個屋子 不但傾斜 不但傾斜 破洞 神死 隨時呢 都會幫他 那裡面的人呢 沒有路可逃 說實在來 真的是沒有路可逃 現代的科學家 不斷在想方法 要來阻止 天災地變的產生 甚至呢 即使天災地變 產生了 我們都還能夠躲過這一切 那麼他們用盡了各種方法 用科學最先進的 這個儀器 最先進的工具 想要呢 來阻止這種 天地的災變 那麼我們知道 科學家所用的方法 都是 治標而已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事實上呢 我們想到 其實 我們今天人類 所遭受到的天災地變 科學 正是最大的元凶 我們所獲得到的這些科學的利益 雖然帶給我們一時的方便 但是呢 我們所失去的 那更多啊 真的叫做得不償失啊 那所以有志之士啊 不斷的疾呼 希望呢 人們能夠回歸到 原來的生活 原始的生活 那所以在 各種的這種 修行人身上 對社會 對這個整個世界 有危機意識的這些修行人 他們也不斷的要跳出來 要來教育 要來教育 世間的人心啊 除了透過教育啊 實在是已經沒有方法了 我們想一想 受到災難之後 我們所看得到的這些人民的反應 就是批評 就是批評 就是謾罵 就是要求 沒有一個人會想到說 這個就是我的錯 我的 心所引起的 我的一切 言語造作不善所引起的 相信沒有一個人這麼認為 那麼 事實上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事實上的原因就是自己所引起的 那麼 如果知道是自己 言語造作 所造成的這些 災變的產生啊 那麼沒有一個人不懺悔的 沒有一個人不祈禱的 沒有一個人呢 不回歸自然的生活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呢大家呢 毛口了一致對外 那希望呢 從這些 批評謾罵中啊 得到一點點的利益 這個就是 今天 天災地變 持續不斷的原因 所以 這些人 世間的人 必須呢 必須呢 有聖賢的人物 有菩薩這樣的人物 不斷地來教化他們 讓他們 起悟 讓他們了解 這些世間的現象啊 其實都是自己引起的 你不要再罵別人了 你也不要了 怨天尤人 行有不得啊 反求諸己啊 反求諸己啊 這個呢 才是真正的 覺悟的看法 可是這個道理呢 必須透過人來宣導 來教化 那這種教化的功夫 也不是一朝一夕 可以扭轉過來的 那必須呢 長年累月 不斷地熏修啊 才能夠將 人人的這種 觀念意識啊 把它轉化過來 當每一個人 能夠斷樂修善 能夠轉迷為物 那麼這個世間呢 才有世界和平的一天啊 所以說天下逆源自以道 道是在這裡 那麼這個聖先人 教人要回歸到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 就是你是君臣 就要君臣的你 對於 父子就要父子的態度 夫婦 長幼 朋友 通通都是一樣 所以這些會 叫做自然的生活 自然的生活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 人類本性的發漏 良知本性 它就是這麼做 那麼覺悟的人 他知道要回歸到良知本性 只有良知本性 它是處於醒的狀態 它不是謎 因為良知本性 是本來圓滿 本自具足 那它是本來自善 所以它那 它行持出來的時候 無因不是自善 但是今天呢 這五種關係 都已經問亂了 君不經 成不成 社會上 太多 發生了 這個逆倫的事件 喔 這個夫妻雙方 不可 不可 造成了 砍殺的現象 朋友為了錢財 不惜謀財害命 甚至親處之間 掌幼之間 也為了個人的利益 而不得不能 持刀相向 或者是呢 彼此謾罵 那時候說起來 都是自私自利 那自私自利是屬於 謎的狀態 謎的狀態呢 讓我們 失去的 這個本來自善 我們所作所為 都是呢 各種的 惡業惡行 每一個人都是 惡業惡行 我們怎麼可能期待 世界會和平 那所以回歸基本面 就是要透過這些修行人 來教化 所以我們 也期待 修行人啊 你不要再去搞那些 活動 搞那些這個 世間的人 認為是好的 這樣的一個慈善 慈善動作 其實呢 那個都是 知為莫節 真正的這個 教化人心啊 你必須到每一個鄉鎮去 辦頒獎學 那麼長年累月呢 用這個政法 正道來熏起民眾 讓民眾有這些認知啊 讓他們能夠在生活上 在這個 這個24小時的起居裡面 都能夠到覺悟到 自己的自然生活 那原型之中有沒有違背自然生活 那麼他可以馬上感覺到 馬上察覺到 然後呢 撥亂反正 所以 十九世紀的英國人 湯恩比教授啊 他是一個歷史學者 那他的著作呢 在現在的世間呢 也是非常有名 那他研究到中國的歷史 對於中國文化 非常的嚮往 所以他當時就預言 要解救二十一世紀 社會問題 只有中國的孔夢 跟大乘佛法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大乘佛法 一一回歸到孔夢的教化 人倫的教化 武藏 聖人的教化 一一都是用這種方式的 在教化眾生 所以基本的做法 還是回歸到孔夢大道 今天只有這個孔夢大道 揮洪起來 推動起來 我們才有機會 享受世界和平的曙光 所以五輪八德 從小就要教育 要教育小孩子 他有五輪八德的觀念 跟修為 那麼長大呢 他就自然而然的 能夠行持五輪八德 那現在的民眾呢 也是不斷地教育他 不斷地提醒他 讓他在生活上熏悉 讓他呢 終有一天呢 會斷惡修善 會破敏開悟 都能夠呢 轉凡成聖 那麼我們這個世間 都是盛行人 都是君子 天災地變 就不會產生 那這個道理呢 太過深遠了 誰會相信呢 科學家 這些政治人物 會相信嗎 疫情來了 要找這個 疫情的專家 疾病的專家 誰會想到 要從人心入手 只有覺悟的人 只有修行的人 才會想到 真正的根本的入手處 只要呢 每一個人回歸到 他的根本的入手處 根本的生活 那麼 這個世間 所有問題都解決 所以觀政帝君講 回頭諸惡莫作 勉勵眾善奉行 真正的解決世界 天災地變的方法 回歸到五輪八德 這個就是呢 所有諸天先佛 他所期盼人 能夠做出 做出的行為 期盼了世界和平 那就是在人 的手上 來推動 畢竟這個世間 人是主角 先佛只是 只是一個配角 天不演地不演 必須靠人 來教化 必須靠人 來從事 來推動 所有的 三教的經典 五教的聖人 無一不是從五輪八德 來推動其 所以你會知道五輪八德 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德目 必須呢 每一個修行人 都要知道從這個根本 來下手 讓人 所應該遵持的這些禮法 其實是 我們自信 應該自然流露的 那應該不假思索的 也不需要人教的 那所以 五輪八德 是沒有人發明的 五輪八德 完全是自信的流露 你在某一個角色 某一個地位 你就自自然然要遵守 這樣的角色地位 的一個言行準則 這個就是後天的人 我們講呢 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 就是你 入境要水俗 你來到這個國家 或者是說你來到這個世間 你就是要照世間人的標準來做 而且呢 你把這個標準 做到百分之百 做到滿分 那你就可以 回歸 本來的面目 那所以我們講五輪八德 我們要解釋五輪是什麼 五輪 君臣 君臣有益 那麼事實上我們剛才講到父子有親 父子有親應該在君臣之上 但是呢 因為古時候 君是最大的 所以呢 通常都把君臣擺在第一個 那君臣有益 君跟臣之間呢 有那一份相處的道理 那明聖經他講到 君使臣以理 臣勢均以衆 這個 國君 一個領導人 他對於他的屬下 要講理 有這些 規章制度 有這些對待部下 的這樣的一個理解 你要有理 有理呢 你才能夠使這個部下 盡心盡力的對你效忠 所以 這個 君如果有什麼過錯 那麼做部下的 就要勸勸他 不可以 不可以怨恨君 那臣呢 臣如果有過錯 君也要把他指明 不可以任意殘殺了這個良臣 那所以 古代的這個君臣 完全是 他的這個標準是放在朝廷裡面 那個君臣的關係 但是事實上 這個君臣的定義 在整個社會的角落 通通必須要用到 公司裡面 公司有老闆 有員工 老闆就是君 員工就是臣 甚至呢 在一個家庭裡面 這個家長 就是君 底下的這些奴仆 或者是這些員工 這些家屬就是臣 那在大廠啊 老前人前人就是君 代表老前人前人的點團師 那就是我們的君 那我們做後學的 做後學的就是臣 完全 完全 福音呢 這個君的領導 這是君臣有益啊 所以君臣之間呢 有那種恩義在 那麼這個恩義呢 它不是規定的 它不是強制執行的 那種恩義啊 那種恩義啊 是彼此之間 自信的一種發端啊 自信的流程 在言行上 所透露出來的 那一份光明的自覺 那那一份光明的慈悲啊 在人跟人之間流動 以至於說呢 我很需要你 你也很需要我 我們之間呢 是一體的 是互相依存的 所以你看 員工跟老闆 是不是互相依存 家長跟這些家 家庭的成員 是不是互相依存 國君跟臣子 也是互相依存 通通都是這種關係 那麼如果能夠 這個 軍進而成中啊 那麼自自然人 君臣有益 那麼整個團體 整個國家就會心話 我們看到以前的暴君 無道 暴君無道 所以呢 底下的人就要來反抗他 最後被周五啊 所討伐 人民還稱讚他 那麼可見呢 無道的昏君啊 他已經沒有理了 他沒有對臣子沒有那種恩義在 那麼我們必須把這種沒有恩義的現象呢 把它革除 把它恢復到 人正常的生活 所以武王伐奏呢 所以武王伐奏呢 雖然是 以下犯上 但是呢 在聖人的解釋裡面 只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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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一夫啊 沒有說以下犯上 一夫就是毒夫啊 這個無道的昏君 把它革除掉 沒有 沒有說呢 這個君跟乘呢 沒有守這個道義 所以可見呢 這個道義呢 它是 有它的 天理存在 那這個天理呢 它會自然去 去運作 自然透過人為的 這種方法 來把它運作的順暢 所以文婉武王 都是有道的明君 成為我們現代人 一種歌頌的對象 那麼在 現代的人裡面 雖然沒有朝廷 的這種制度 但是呢 國家跟人民之間 公司 公司的這個老闆 員工之間 團體裡面 領導人 跟被領導之間 通通都是 軍程的關係 那麼這個 這個團隊啊 會心旺 那是因為裡面呢 軍程關係 運作順暢 有恩有義 有恩有義呢 那這個團體呢 一定呢 運作順暢 財源滾滾 那無恩無義啊 彼此互相攻擊 喔 彼此互相仇恨 那麼這個團體 呢 起碼 沒有辦法賺錢 而且呢 早晚會 輕腿掉 所以軍程之間的 那一種 那一種 要素啊 是看不見的要素啊 那個要素呢 是維持的 一個團隊 喔 運作正常 運作兴旺 的主要的內容 其實那個就是根 喔 團隊的根 就是在於 軍程有義 喔 領導人更被領導之間 有那一份恩義的存在 這個是 軍程有義的道理 那我們講父子有親 父子有親 那個親呢 也是自信的流動 喔 絕對不是人家教你 你要好好的孝順父母 喔 你要好好的教導子女 這是不用教的 自然而然就會了 那自然而然就會 當然就是我們自信的流落 本性的流落 從這個本性的流落啊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其他的整個 社會的環節 我們照樣都可以這樣有 本性的流落 那麼人一出生 所看到的就是父母 所以跟父母之間的關係啊 那是一份血濃於水 那一份氫啊 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的 任何人沒有辦法取代這種氫 那小孩子長大之後呢 父母親教他 要用仁慈的心教他 兒子侍奉父母 也要呢 存著孝心 父母親教訓兒女呢 絕對沒有一點點偏師偏見 所謂為人父子於子啊 為人子子於孝 這個是人倫的大道 哦 家和萬事心的根本 所以父子有親 那個是整個儒家的一個 原始的根源 根本中的根本 那父子有親 衍生出來的道義就非常多 最重要的 孝道 替道 中道 術道 乃至於 整整整個倫理道德 通通都是 從父子有親裡面 演化出來的 那所以說家庭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一個家庭 沒有受到父子有親這一環的 這個教導的關愛 那這個小孩子出去之後啊 他就思想就有點偏頗 那思想偏頗 他所做出來的行為 也就有點偏頗 那當他認為他所做的 是理所當然的時候 那麼整個社會秩序就會 大亂 因為太多的人 那種偷緒的行為 都認為理所當然的 那不是天下大亂嗎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亂源呢 亂源在於 父子有親的這個層面 已經失去了 或者是根本沒有 穩固好 所以形成了 那個 根不穩 地基不穩 所以接下來的二三樓 更高樓層當然就不穩 這個是 父子有親的道理 那我們講 那我們講夫婦有別 那我們講夫婦有別 夫婦有別 在現代的社會裡面 那更是重要的一環 這個夫婦有別 那可見呢 這個丈夫跟妻子 他有不同的這種角色定位 那這兩種 同樣在一個家庭 一個屋檐之下 兩種不同的角色定位 各自有他的關係 那所以後學常常會問 我們這些淺顯 當母親在家裡養小孩 顧家庭 煮三餐 那父親呢是出去 賺錢養家 父親都不在家 母親顧家 那請問 父親比較重要 還是母親比較重要 大家都回答 兩個都重要 那就對了 真的有智慧的人 是回答兩個都重要 那麼我們可以看得到的現象就是 可是真的陪在小孩子身邊的 通常都是母親比較多 父親比較少 所以這個父親呢 在家庭裡面的時間比較少 以至於說 父親他的一個角色定位 形成一種嚴父的角色 母親呢形成一個子母的角色 那這個就是有別 因為父親他沒有辦法成為這種慈父的角色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辦法 24小時跟著小孩子 父親必須出外工作 父親呢必須有他的這個事業基礎 他才能夠養活這個家 這個是以前的社會模式 就是這樣子 所以婦女來到這個夫嫁 她就是要 相夫教子 照顧公婆 這個就是以前婦女 婦女的這個定位 那這個定位呢 那這個定位呢 在現代的這個社會啊 高度的受到質疑 尤其是現代的女性 認為說那是大男人 沙文主義 以至於說 這個婦女啊 這些年輕的女孩子 都不願意在家庭 不願意照養照顧小孩 不願意侍奉公婆 他要出來賺錢 他要跟這個男子 在社會上 這個爭一席之地 所以就造成 男女沒有分別 夫婦沒有別 那夫婦沒有別 你看我們的現代的社會狀況 就是這樣子 以前呢 夫婦有別的狀態啊 男主外女主內 結果這個 三千多年下來啊 我們的中國社會 都還是處在一種 很和平安康 的一個生活環境 那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女孩子要走出廚房 那女孩子走出廚房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怎麼辦呢 小孩子 只好這個 托嬰啊 托人育養 所以現在育嬰中心 幼兒園 就一間開過一間 一間好瓦過一間 那父母親他不親自教導子女 他不願意 在子女身上 花費青春啊 然後走出廚房 他要去享受自己 追求的目標 那我們不能說 女生不能夠出去了 現在講男女平等 那所以男女平等的 這樣的觀念之下 女孩子出去了 那男孩子呢 男孩子是不是要留下來 如果男孩子願意留下來 那麼這個家庭呢 還算是夫婦有別 這個小孩子還算是有救的小孩子 整個社會秩序還算是有救 但是我們想想想看 男孩子 十個之中 有一個願意留下來的 那真的是少數又少數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男主內 男就是屬於羊 就是屬於鋼 就是屬於賤 那鋼賤呢 他就必須要往外發展 他就要出外去謀生路 這個是他的本質 淺質就是這樣子 那你要這樣淺質的人 待在家裡顧小孩 他當然待不住 所以他也不願意待在小孩 那女孩子呢 是屬於陰 屬於柔 他的淺質呢 就是呢 能夠待在家裡 能夠呢 這個 這個照養三餐 侍奉翁伯 那這個就是他的情侶 他不用出外工作 那現在女孩子也要出外工作 不用靠老公 表面上看起來 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現象 大家自立自強 誰也不靠誰 誰也不靠誰的結果 結果就造成什麼 造成離婚率升高 因為我也不需要你啊 你也不需要我 我們彼此之間是平等的 所以一言不合 一言不合就 生活就慢慢脫節 生活 生活慢慢分居 分居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離婚 那離婚那小孩怎麼辦 小孩只有 一半一半 有時候二四六要去 母親那一方面 一三五要去父親這一方面 把小孩子搞得一塌糊塗 小孩子不曉得 大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一斗霧水啊 一斗霧水的小孩子 就這樣 莫名其妙被帶大之後 他的腦筋也是一斗霧水 他的腦筋在這個 看父母的表現之後啊 他認為說 這個社會現象就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單親家庭 的小孩子 越來越多 那麼這些單親家庭的小孩 如果真的有受到好好的造養 教育的話 也許還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大部分單親家庭的小孩 他們從小 在陰跟陽這一部分 就有一部分是 缺乏的 在沒有這個陰陽調和的 這種狀態之下長大 你可以想見 他這個小孩長大之後 會成為什麼樣一個偏頗的人 所以社會現象亂了 青少年犯罪率下降 這個國中生 就在殺人 就在搶劫 男女關係也是一團混亂 父母親不管 所以現在警察 警察最頭痛的 就是為成年少女 他們犯罪率也不比成年少女 成年的人 還要來的低 可是呢 他們未成年 你又不能夠拿他們 怎麼樣 頂多告誡 處罰一下 所以這個問題是 治安單位最頭痛的 所以我們現在想到孔子他講的那句話 亂邦不居啊 尾邦不入 非常有道理 亂邦是什麼 亂邦就是 這個地區啊 離婚率太高 就是一個亂邦 男的女的之間呢 誰也不怕誰 這個誰怕誰啊 如果變成一句口頭禪 那真的是 一種社會亂象的根源 你要來就來啊 誰怕誰 烏龜怕鐵錘啊 那誰也不怕誰好啊 你要幹什麼來啊 你要告來啊 那所以是不是 那個亂象的根源就越來越多 這個是孔子 就是他所講的 亂邦啊 他說亂邦不居 他絕對不住在這種 亂邦裡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的經驗性會受干的 這個地區的人 沒有根基 沒有緣分啊 沒有根的草你怎麼去滋潤它呢 沒有根的樹怎麼可以養成呢 所以呢 孔老夫子只要暫時避開 這是沒有辦法 尾邦不居呢 尾邦是什麼定義 尾邦就是 青少年犯罪率增高 喔 不只是大人的犯罪率喔 青少年 青少年犯罪率不斷增高 那表示呢 整個社區 他到處充斥的暴力 充斥的這個恐怖事件 你一出門可能呢 就有人 已經把你鎖定住了 喔 然後呢 很可能 你就會被 當成下手的目標 那這樣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 不是很可怕嗎 沒錯很可怕 在我們的新聞裡面 常常看到 婦人 只要呢 他是一個人的 帶著手提包出去了 他的手提包通常會被鎖定 他會被跟踪的 成為一個 獵物了 那摩托車迎笑而過 把他的這個手提袋 把它扯下來 甚至呢扯不下來 甚至不惜 毆打對方 有的搶戒指 甚至把這個手指都砍斷 這真的是叫做尾幫 這是非常可怕 孔老夫子說 這種尾幫啊 連進去都不進去 尾幫不入 那孔老夫子 他在外面 周遊列國 他自己本身的生存就是一個安慰 相當的安慰 他自己是可以說 遭不保夕啊 那他不要緊啊 他已經是一個悟道的聖人 他不要緊 他可以把命隨時交給老天啊 但是呢 他還有學生 他要保護學生 他的那些學生啊 都是他的命根子 要弘揚他的教法的人 尤其是那個炎鬼啊 哇 總是讓他最擔心 每一次都是最後出現 那 他又很聰明 又準備呢 把一波傳給他的 那炎鬼如果常常出錯 如果常常都 都受到這個危難的話 那孔老夫子可以說 比任何人都要擔心他 所以 他說偽邦不入 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麼如果今天 我們已經住在亂邦 住在偽邦了 那怎麼辦 那只能夠說 自求多福 因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就是一種供業的現象 但是呢 佛頭告訴我們 沒關係供業之中還有一個別業 那你可以呢 在別業之中呢 取得到自己的立足點 那別業就是什麼 別業就是 你不受到供業的大的環境的影響 你還有可能 不被波及到 所以別業是 你在你的生活上 好好的來歷行 好好的斷惡修善 好好的破米開悟 歷行這個五輪八德的道理 這是別業 這是別業 所以我們是講到 這個夫婦有別 才講到這些現象出來 所以你看 夫婦是家庭裡面 最主要的 角色 我們整個社會 我們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 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 那這個基本單位裡面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夫婦 這個核心一陰一氧 合起來就是一個 一個團體 一個分子 那這個分子 有陰電 有陽電 形成這個細胞 是一個很好的運作 運作正常 那如果說現在 陰不陰 癢不癢了 哇糟糕 這個細胞裡面 核心不見了 核心溫亂了 這個細胞就滅亡了 家庭毀了 家庭毀了 社會也就毀了 整個家庭都是這樣 那麼這個國家就毀了 每一個家庭 全世界都是這樣子 那這個全世界就毀了 那現在我們有看到全世界的這種 家庭啊 已經有很多的這種現象出來 夫妻之間不合了 青少年犯罪 增多了 這個已經是 很多很多的現象 已經到了見怪不怪了 甚至呢 現在呢 所謂的電視劇 偶像劇 他所強調的 所標榜的 都是這些主題 如果不是這些主題 還沒有人看 沒有收視率 所以我們真的是 看到這些現象啊 實在是 不忍足毒啊 真的一個有心人啊 要來推動整個聖人的教化 背絕 背絕堅心 所以這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做成 如果沒有天命名師 的主導啊 那個天命的加持 在後面不斷的在 在推你啊 公告一個人 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現在有天命在推你呢 那表示呢 我們還有機會啊 那講到夫婦 夫婦就最簡單的 基本單位 那你們修行人 我們是戴法修行 有家庭有子女 有事業 這個最好了 作為社會上的一個典範 沒有比 沒有比這種修行更好了 現在的這個道士啊 牧師啊 和尚啊 他們的這個信的宗教 他們的這些 道場啊 他們這個形象啊 變成只是一種 一種 理想 理想的目標 大家把那當作是一種 迷信的現象 所以用不同的形象 想要成全眾生啊 非常的難 那只有像 我們這種 一貫道的修辭 你的形象 沒有跟人家不同啊 你還是娶寄生子啊 你還是 在做你的事業啊 你還是在教導兒女啊 我們世間人講 善人 君子 這樣的一個典範啊 就在我們的這個 一貫道的道場裡面 在實踐著 如果每一個道卿 都能夠 效法聖賢人 效法這些君子的行儀啊 好好的把這個做人的標準 來落實 只要你把它落實 你甚至 都可以不用去 去推動 人家就會感受得到 你的那一份磁場啊 人家就感受到 你與眾不同 你是一個君子 你是值得效仿的目標 所以 從夫婦的立場 來修 從夫婦的立場來做起 古大德 曾經講 一個婦女啊 她所 承擔的這個 天下安慰的任務啊 有可能是超過男子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婦女啊 她在家教導小孩 把這個小孩呢 好好的化育 把她教成 以後的這個 社會的君子 社會的這個賢達 甚至是聖人 那麼 這個婦女的 她的一個作用 是不是非常的大 你跟孔老夫子的母親 顏氏 孟老夫子的母親 姬氏 這些呢 他們的母親 能夠教化 一個子女啊 成為聖人 令後代人 都是 都把她當作 這種學習的典範 那麼這個聖人的母親 是不是比聖人還要偉大 那麼如果說天下的人 沒有辦法達到像聖人這樣標準 你起碼也要達到君子的標準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需求 最基本的這個修行要求 只要每一個人都是君子 那這個社會就祥和了 世界就太平了 也就沒有天災地變 也就沒有這個溫室效應的現象 也不會再有冰河時期 沒有世界末日 沒有目前臉的到來 老師告訴我們 跟著儒家的教法來修 來修啊 五輪八德好好的落實 那就是一種和平的契機啊 所以你想想 夫婦的關係這麼重要 每一個人回到家庭 你是不是要重新檢討一下 你今天在社會上 所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個人在家裡 你不是一個人啊 整個世界是一體的 那麼你這個一體的一部分 你肩負 肩負的很重大的責任啊 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啊 你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零件啊 但是你牽一髮動全身啊 所以我們好好的力行 好好的來做 把這個家庭生活 夫婦的生活 把它營造起來 把它正常起來 讓它健康起來 那麼夫婦之外的 父子啊 君臣啊 長幼啊 朋友啦 自自然然就會走上軌道 所以夫婦是關鍵 夫婦是很重要的 我們很很 忠心的期盼 你看 現在的這個 夫婦啊 能夠呢 懂得 把家庭經營好 除了自己的事業之外 應該好好的試著 來經營自己的家庭 至於經營夫婦之間的這種 微妙關係啊 那麼我們相信 世界和平的這種基石啊 就是落在你們的身上 這個就是聖人的教法 那我們今天時間到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好 五輪八德 我們講到夫妻之間的關係 那麼所謂夫婦有別 他別在於 身份 角色 這個 立場上的不同 那麼整個世間的環境 就是一種 後天的 對待 那麼這個對待呢 我們說二元的世界 這個是不可避免的 整個後天的環境 都是這樣子 那麼人呢 也分成二元的一個個體 但是呢這個二元的個體啊 他互相融合起來 是一體的 所以中國人 用陰陽這個觀念 來訴說這個一體的現狀 合之為太極 那麼這個太極 是一個非常高遠的一個知識 一種智慧所發展出來的理論 那因為太極 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 陰陽呢 互不可欠缺 那麼想一想 這個家庭 是夫婦組成的一個團體 那麼社會呢 是由家庭所組成的 國家呢 是由社會所組成的 所以這個最小的單位 是家庭 家庭裡面的核心呢 是夫婦 那麼家庭跟其他的家庭 又有連帶關係 單單一個家庭 它沒有辦法組成一個人類的社會 也沒有辦法提供呢 互相自給自主的 一種生活方式 所以家庭跟家庭之間 所以家庭跟家庭之間 必須互相依賴 我們看 形成我們所謂的 各行各業 那麼想一想 社會又跟社會 族群又跟族群 都是互相依蠢的關係 你說我們跟植物 植物有關係嗎 那麼從我們現代的觀念來看 植物跟我們相當的有關係 沒有植物 我們沒有足夠的養 沒有足夠的肺活量 所以現在呢 爛砍農地 大家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 把林地砍掉 然後種植一些經濟的作物 那造成的結果 大家都看得到 不是土石流 就是山崩 就是洪水爆發 或者是說呢 颱風一來整個少掉 最嚴重的就是 海嘯地震 還有呢 這個溫室效應 等等不一而煮 這個都是有連鎖關係的 那麼如果說 我們找到最原始的那個跟頭 那個所造成 這種現象連鎖反應的 那個源頭到底是什麼 我們找到夫妻關係 但是夫妻關係呢 又是兩個人的個體所影響著 那麼這個個體呢 是由人的心所控制 那一個人的心 他有可能是善的 有可能是惡的 有可能是米的 有可能是物的 所以 米跟物 的心念啊 就造成 陰陽集合了這樣的一個個體之後 那麼產生整個家庭所運作出來的關係 喔 父母親如果明理的人 這個家庭所教育出來的 那個小孩 那個家庭的風範 那麼自然呢 就是一種和的狀態 那和的狀態呢 就會影響到其他的家庭 也是進入這個和的狀態 但是如果說不是這樣呢 喔 夫妻本身呢 已經呢 彼此互相仇視 彼此互不關心 喔 我們說 離婚率偏高 那麼 這個家庭呢 已經到了一個 根本粉碎的 這個分離的狀態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呢 會影響到其他人 整個社區 整個社會 已經成了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就看我們的新聞就知道了 喔 甚至呢 連戲劇 如果不是這樣演 大家還沒有想要看 喔 一定要演呢 這個 雙方離異啊 孩子吃苦啊 婦女呢 受盡各種百般的 領主啊 那這樣呢 這種電視劇才有人看 結果呢 彼此離異 然後呢又找到新的 另外一個家庭 啊 這個是社會的亂象 所產生出來的結果 那麼所以那個根源是什麼 根源是夫妻雙方 那夫妻雙方又受著那個念的 心念的影響 所以變成心是整個 整個五輪八德最主要的 一個原動力 如果說 我們看到古代 喔 男女雙方 結合成 家庭 那麼父母呢 要招告天下 讓所有的親友 通通來參加 喔 通通來觀禮 告訴所有的人 他的 兒子或者是女兒 今天呢 要跟某一個人結婚 要結成一個家庭 喔 好像是 就是 恨不得啊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那這個有什麼用意呢 這個用意啊 主要就是 要告訴新婚夫婦 一個家庭的結合 是有眾多耳目 在看著你 非常不容易啊 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路途還很遙遠 你們要修煉的過程啊 還要需要這個相當的火候啊 所以你們要戰戰兢兢啊 好好的努力來維持你們的家庭 每一個人都是 你的後輩資源啊 但是呢 每一個人也都是你的 這個指責的對象 所以你要小心啊 那麼以前的人不容易離婚啊 以前是有聽過休妻的 那離婚 離婚率少 家庭的變動就少 社會的變動就少 那社會變動少 人心就不會這麼浮動 所以呢 那麼 治安方面 整個 社會國家的運作上 就處於這種合格的狀態 所以夫婦你看 是多麼重要的一個組合 我們上次講 古大德 把婦女定位成 家中最主要的成員 這個做妻子的 她是最主要的成員 因為呢 她負責教育下一代 下一代的這個小孩子 是不是成勝成賢 是不是 成龍成鳳 有所作為 關係在這個婦女的身上 所以婦女 操控整個天下局勢 一半以上 那你會說 可是婦女明明在家中默默無名 默默無名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樣子 但是你想想看 孔老夫子的母親 她當時也是默默無名 孟老夫子的母親 也是默默無名 但是他們所教導出來的兒子 後來成為聖人 那麼不但這個母親呢 因此成為聖母 她整個家族 也被後代人 來祭祀 來尊重她 那孟子怎麼來的 母親教來的 孔子怎麼來的 母親教來的 所以母親的這個教化 是成就兒子 是不是聖賢 的主要關鍵 所以教育這種事情 怎麼可以舒服呢 你看孟子的母親 在懷著孟子的時候 因為在馬車上 顛簸的路途上 產下孟子 所以就把孟子的名字 取名為柯 柯是有點坎坷的意思 馬車上的坎坷 那麼一個人呢 在這種坎坷的環境產生 那麼他所發生 出發出來的那種意志 那麼對抗 對抗整個環境打擊上的力量 一定也非常的強大 所以孟子被母親呢 塑造出的形象也是這樣子 那很可貴的就是孟子的母親 他懂得胎教 他曾經說啊 吾懷是任 襲不正不作 歌不正不實 胎教也 他說他懷了這個兒子之後啊 這個座位如果不正 他就不做 這個座位呢一定是他的身份地位做的座位 那如果那個草棋沒有擺正 他是絕對不會去做的 一定是擺的端端正正的 然後他才入座 割不正不死 那吃的東西上面 如果這套這個食物啊 割的不正 不是按照正常的歌法 來調理的話 那麼他也不吃這個東西 他說呢 胎教也 所以正這個觀念啊 從小在孟子的這個潛意識之中啊 種植下來 所以孟子 在母親的調教之下 那成為孟子 當然我們知道孟子他之後 還有很多故事 跟孟母之間的互動 也成為後代人的典範 這個我們不必細說 我們只要知道 說這個夫妻雙方 他對於 這個家庭的影響 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 他是真的舉足輕重 那是真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重要 喔 任何的一個份子 就好像湖面上的 的一個角落 當一個湖面上 有一個漣漪出現的時候 這個漣漪呢 就會擴跡到整個湖面 那麼同樣的道理 人類的社會 如果有一家呢 產生了波動 那麼整個 整個社會呢 也會產生 這個漣漪的波動 我們的身體 如果有某一個細胞 發生病變 那麼這個細胞的病變呢 它有可能會擴跡出來 那影響到整個身體 那如果說從這樣的觀念來看的話 我們每一個人的 這個角色跟地位 的好好的來來行持來運作 那是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所以不是隨隨便便 你來到這個人世間 不是要你 你喜歡做什麼 你自由做什麼 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整個社會 依存 互相依存 互相深刻的關係 那是達到一種 協和的狀態 它才是一個 平等 和和諧的社會 那如果不是這樣呢 就產生波動 產生問亂 整個人心就會 倉皇不安 身心沒有辦法 安頓 所以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安頓 你看我們走在社會 走在這個大街小巷 有的人莫名其妙 就被一個刀子這樣噴過來 殺過來 莫名其妙被砍了一刀 上一次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 老年人 騎腳踏車 結果被人家用吹劍 吹中兩劍 然後吹 吹倒之後呢 才發現到說 他身體 有義務 一摸之下 兩隻劍插在他身上 如果不是 這個監視器的掉月查路 真的很難查出 這個劍到底是從哪裡吹出來的 莫名其妙的吹出來 那他為什麼要 害這個老人呢 兩個年輕人 吹劍來傷害路人 那跟這個路人有關係嗎 也沒有關係 理由就是好玩 你看好玩這樣的一個觀念 形成整個社會的那種怨憤 怒氣不斷 大家之間的彼此互相仇視的情景 越來越高 社會常有不動亂的道理 那這些 歸結起來的根本 就是夫婦雙方 夫婦雙方 對於兒女的 的重視 還有夫婦雙方 是不是履行夫婦雙方的義務 跟這個責任 所以夫婦有別 這個是非常有道理 別是身份地位的不同 他的作用上的不同 這個是別 所以當男主內 男主外女主內的時候 那麼這個家庭的運作 可以很和諧順暢 那麼當兩個人都要主外的時候呢 那家中沒有人 這個家庭呢 就沒有營養協調 那麼男主外 當女要主外的時候 你男也要主內 至少互補一下 還可以得到一個小康的狀態 結果沒有 男的不屑於蹲在廚房 女的一心想要跑出廚房 所以造成整個社會的問亂現象 就此產生了 那小孩子沒有家父母交 沒有父母交呢 形成了一種 隔代的這種 教養 隔代教養有可能是 祖母交 祖父交 或者是說 安親班的老師交 幼兒園的老師交 那一份跟父母之間 血濃於血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沒有交 沒有教這個小孩子 他不是在非常幸福 非常自在的生活之中長大 那所以呢 他長大之後 這個肉身長大之後 他的內在是不平衡的 那不平衡的心念 所產生出來的言行 自然也就是不平衡 當他在欺詐人家 摧毀人家的時候 他認為這一切都是正常 所以我們現在社會上 這麼多年輕人 喜歡知識 喜歡呢 胡作非為 跟家庭的因素 有絕對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講到 五輪八德之中夫婦有別 那我們繼續來講 長幼有序 長幼就是在家族之中 長輩跟後輩之間的關係 那通常呢 被來說 說成啊 兄弟之間的關係 那麼兄弟呢 兄就好像 是父親一樣 那弟呢 就好像是子女一樣 所以古時候呢 所以古時候呢 這種大哥啊 大哥是有如父親的身份 尤其是如果父親不在了 那麼大哥呢 是要肩負 父親的身份 所以有四兄如四父 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兄弟之間呢 就好像手足 一個人的手跟足一樣 互相協調 互相運作 那這整個身體呢 才能夠自在暢快 那如果說手足 互相不合了 手足互相吵架了 那麼這個做父母的 一定是非常難過 做父母的 要偏膽誰呢 偏膽誰都不對啊 中國人如果兄弟打架 那麼一定是兄弟叫過來一起罵 你為什麼打弟弟呢 因為弟弟呢 他不聽話 他亂來 那弟弟你為什麼反抗哥哥呢 因為哥哥他也 不重視他的想法 用高壓的控制 所以他就反抗 那結果呢 父母親呢 父母親呢 雙方都打 不管誰對誰錯 哥哥也打 弟弟也打 那這樣就對了 兩個都打就對了 因為兄弟跟手足嘛 手足是沒有分 哪個對哪個錯的 在父母的眼中 在父母的眼中 就好像自己的一塊肉一樣 哪有哪有好壞對錯呢 打完之後 父母會去跟大哥講 偷偷的講 那弟弟比你年紀小 你應該照顧 照顧弟弟 你要這個 忍讓他一下 然後會跟弟弟講 哥哥比你年紀大 你要尊重哥哥 你要不要這樣動不動的 就跟哥哥打起來 成何體統 濕底下再給他 搓圓湯搓一搓 可是呢 表面是兩個都打 那麼這個就是 長幼有序的道理 長幼呢 是有一個次第的 所以中國人呢 大兒子 長子 長孫 那在一個家屬裡面呢 是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因為他有可能是這個家屬的繼承 或者是呢 這個家屬所倚重的人 那麼所以同時長子長孫呢 在家屬的待遇 當然就會比較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這種身份地位的關係 那這沒有什麼好計較的 天生就是這樣子 那天生就這樣子 那麼我們呢 就用一種 很釋懷的態度 自然的態度 來面對 這種長子長孫 那這樣就對了嘛 有什麼好計較呢 你天生就這樣子 天生不要止 那你早一點出來嘛 既然沒有辦法選擇 那麼你就要接受老天的安排 這個就是最公平的嘛 沒有比這個更公平的 所以中國人講孔榮浪梨 這是非常一個很好的典範 孔榮呢 他的聰明 比他哥哥還要聰明 有一次呢 他到了這個 當時一個士大夫家 去參加宴會 可是小孩子怎麼可以去參加宴會呢 當時的這個士大夫姓李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重要的大臣 那當他在宴會的時候呢 當然他所請的一定也是一些達官貴人啊 喔 這個當地的政要啊 那孔榮一個小孩子 也想去參加 那他參加的理由是什麼 參加的理由就是因為 他是姓李我是姓孔 所以我就有資格去參加 那那個這個 門利官啊 一看到一個小孩子 說要拜見他們的主人 喔 就覺得這個小孩子 怎麼這麼不懂禮貌 可是跟他講 我 我們的祖先啊 跟你們家主人的祖先啊 世代世交好的 所以你不能夠阻擋我 那這個門利官啊 聽到他這麼講也不太敢阻擋 只好趕快去報告主人 說有這樣一個小孩 要來參加宴會 那這個主人當然也覺得很奇怪啊 這個到底是誰啊 我們有見過嗎 聽都沒聽過 於是呢 就叫門利官去把他帶進來 門利官一帶進來 這個主人一看啊 這個主人一看啊 就更加迷糊了 一個小孩子 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然後就問他 你是誰啊 他就說我叫恐龍啊 那你說你的先祖跟我的先祖有什麼 有交好 很要好 那到底好在哪裡啊 是哪一尊呢 那恐龍就跟他講 我的先祖就是恐老夫子 你的先祖就是老子 哦 离兒 那麼 你的 我的先祖曾經去拜過你的先祖 所以呢兩個人呢 是交好的 兩個人是非常要好的 那麼到了我們這一代 當然我們也是非常要好的 哦 他這樣講呢 哇 大家都開懷大笑啊 認為說呢 嗯這個小孩子講的很有道理 這個小孩子呢 非常聰明 哦 當時的這個 信禮的這種大官啊 就招待他 上座 那當然旁邊的人看了 會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在搞什麼鬼啊 哦 憑一個信孔的 就來接近信禮的 哪有重視 其中有一個人說 哎呀小時寥寥 哦 到未必家啊 哦小時候看起來很聰明啊 長大就未必那麼聰明了 沒想到恐龍一聽啊 就跟他講 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哦 他聽到他這句話呢 就回答說 那麼這位先生 你小時候一定很聰明 那表示說什麼 你長大也不怎麼樣嘛 你看用他的話 馬上把他堵回去 哦 所以恐龍呢 非常聰明啊 在三國時代啊 真的是一個 天才兒童 那恐龍讓梨 那恐龍讓梨 這個有人送梨過來 那呢他 他都挑那個最小的 最爛的 那他父親就問啊 這個梨有這麼多 你為什麼都挑最小最爛的 他就說啊 這個梨啊 最好的 當然就是要給大哥啊 我只是小的 我只是做弟弟的 當然就拿最小的 你看 李讓 恐龍從小就知道李讓 這個是兄弟關係的一個典範 那恐龍 後來也做到北海太守 在三國時期 曹操 曹衛底下 做官啊 那曹操是非常祭賢的人啊 所以恐龍這位賢人啊 後來也被曹操 所殺害 那據說呢 恐龍也有成大仙 在我們的訓文之中啊 也曾經看過 恐龍大仙 來批訓結緣 喔 這個是從 這個長幼有序啊 來看 我們做人的道理 那麼這個長幼不只是在家庭 在這個 家族之中啊 只要比我長的 喔 都是我的長輩 那麼在道場之中啊 只要比我長的 那麼都是我的長輩 都是我的前嫌 喔 並不是說 這個 他 他領命比較早 喔 他提拔比較早 所以他就是我的長輩 事實上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面啊 這個長的定義啊 是很特別的 喔 我們說 中國人講 這個 這個 倫背不倫悔 倫背不倫悔 那這個是 一種 表面上的禮儀 禮儀上要尊重他 可是呢實際上呢 如果這個人呢 他沒有謙虛 沒有德行 也不會尊重他 喔 中國人長的定義啊 是 齒德俱尊啊 才叫做長 齒就是牙齒 牙齒就是代表年齡 年齡 一定要長於對方 那德呢 就是道德 道德呢 一定要高處於對方 那麼才會讓對方呢 心悅成福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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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福於你 所以想想 如果說在 單位裡面 團體裡面 如果說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這個上司啊 他是 年紀比我們輕 可是呢 卻領導我們 那這個時候呢 中國人 對於這樣的上司啊 通常才 表面配合的 狀態 先觀察這個人的言行怎麼樣 做人怎麼樣 那如果說 這個年輕的上司 他呢 非常的謙虛 非常的有禮貌 而且呢 道德也很高尚 那麼呢 他這個上司啊 自然就會被 尊重 雖然他的年紀啊 牙齒沒有 比他的下屬長 可是呢 人家還是會尊重他 那如果說這個上司 年紀很小 能力很高 可是呢 他不懂得謙虛 不懂得禮貌 更沒有所謂的 道德的涵養 那麼 你做你的上司 我做我的下屬 彼此是互相制衡的 我幹我的事 你做你的指揮 大家彼此不相干啊 你要叫我 我就呼應你一下 就形成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中國人你要知道 長幼之間的關係啊 它是呢 注入的 道德在裡面的 如果沒有道德 年紀再長 人家只是看你 普普通通一個老人 如果你有道德 那你年紀又長 那麼禁老尊賢呢 是中國人的美德 本來就要禁老尊賢 我們講禁老尊賢 那一定是 他又是賢能的人 他又是年紀比我大的人 所以 我要尊敬他 我要尊重他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觀念 這個也是長幼有序 所形成的一種 社會德目 所以可見呢 長幼有序 這個是一個 社會上 這種運 運作順暢的一個 根本理由 根本道理在裡面 所以你看我們在道場 我們在道場 長幼的分法 其實不用人家講 那麼典傳師呢 他一定是 長於講師 不管是年輕的或長 或年老的 典傳師一定是長於講師 坦主 這是因為典傳師 他身後的使命 是代表天命 所以天命的關係 我們必須尊重典傳師 但是在中國人的心裡 我們必須清楚剛才那個狀態 如果你是典傳師 可是呢 你根本就沒有什麼修養 嘴巴也沒有什麼口德 那年紀又 還很輕 你就只會這些老 老年人 只會比你長的人 那麼 這個是沒有人會服你的 你即使說你有天命 你有典傳師這個天命 那個只是你自己認為而已 天命呢 天命呢是必須是謙卑的傳承 天命呢是清楚的 的一種 接受 也就是說你 成傳老師師母的天命 是以一種親近 公正 真誠 慈悲這樣的一個心 來得到這個天命 如果你得了天命 如果你得了天命 只是因為你的 在這裡的年次比較長 那你對於你的人 這個 這個 道場裡面的道親 對於你所碰到的這些前嫌 你都這樣以止氣死 你都認為說大家必須要敬拜你 那麼這個是沒有德行的典傳師 那沒有德行的典傳師 大家對他就不尊重 對他不尊重 他就沒有道氣 他就沒有道可辦 只是掛個名而已 所以叫做明治典傳師 他沒有實質的意義 那所以我們道場也看到很多的典傳師是這樣子 他領了一個典傳師的名字 可是呢根本都沒有後學 人家看到他也不敬重他 不敬重他 他自己想要辦什麼呢 也沒有人手可以幫他 那所以成了一個 明治典傳師的形象 那這個是長 長幼的由來 長幼的原因 所以長是長在哪裡 長在我們的 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一定要是比別人長 那麼你對天命的了解 一定是比別人全 比別人圓滿 那麼你才可以說呢 你真正的代表 師尊師母的道 來領導一方 那你領導的人 堪稱做你的後學 所以現在典傳師都不敢講 那你是我的後學 自從我們老師強調之後 我領導師就不敢講 這些人是我的後學 因為我們都是 師尊師母的後學 老前人前人的後學 所以前後的關係啊 都是從道德建立起來 那麼道中的倫理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這個哪裡呢 可以說 在世上講 非常的維繫 而且呢 非常的這種巧妙 有一些事情 明明底下的人做的是對的 但是呢 上面的人 認為不合他的意 那必須從盤改掉 那麼這個時候呢 上面這個人 如果他有 很高的道德 很高的這個 做人準則 流逝流露在 言行舉止之中 那做後學的 心悅成福 來接受他的領導 他願意改正 全盤改觀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 點傳師 點傳師跟講師 發生嚴重的爭執 那麼講師認為 他辛辛苦苦所做出來的 結果被點傳師否定掉 那點傳師呢 他本身呢 也不懂 他只是 他只是 遵照一個 習慣 或者是說一個規則 認為不應該這樣子 所以把講師的辛勞 全盤的否定掉 那麼這個講師 願不願意聽點傳師的呢 所以這個問題啊 就牽涉到個人的 倫理道德的內涵 倫理道德的 倫理的輩分沒有錯 有上下之間的不一樣 但是呢 道德的成分 更重 也就是說領導的人 他如果沒有道德的成分在裡面 這個領導人不是以道 不是以理 不是以人 那麼即使 點傳師在怎麼命令 下面的人 也不一定會推崇 那就造成 道場之間的對立 道場之間的這個不協調 那久了大家都 誰也不聽誰的 誰也不願意去溝通 就形成了一個 道場的現象 甚至 這個道場的文化 就是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不願意樂見的 一個修道環境 修道環境變成這樣 已經成了一個人事團體 那麼這個人事團體呢 跟自然是互相違背的 那麼有志之士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修學 勢必會受到嚴重的扭曲 這個是我們講到 掌幼有序 他所需要了解 需要去注重的 一些原理原則 那我們講五輪之間 最後一條 就是朋友有信 那信這個德目 我們之前有講過 信朋友和相靈 所以信這個德目呢 那我們 稍微帶過就可以了 那我們知道 這個朋友的關係啊 他的範圍也很廣 只要是 我們出了家門 出了家門 跟我們志同道合 跟我們呢 同門師兄弟的 這些呢 都能夠算是朋友 所以同師約捧啊 同志約有 所以在道場裡面 道場裡面的這些同修 我們叫同 那如果說有相同的志向 大家共同為一個目標 而努力 那這個就志 這個叫同志 所以朋友的關係呢 是這個同門師兄 又是這個志氣相同 所以 用這樣的關係來建立 朋友的架構 我們就知道 那朋友的 朋友的定力非常的廣 你看我們說同事 同學 同才 還有呢 同修 等等的這些呢 都叫做朋友 那所以我們一個人 出門在外 所碰到的人 都可以叫做朋友 心目之下呢 當然還有分 這個是什麼樣的朋友 那個是什麼樣的朋友 朋友是 有這樣的分法 那麼朋友有信啊 在這個社會呢 是一個 立身處事的 原理原則 也就是說做人做事 的一個標準 你講出去的話 在朋友之間 一定是要有信用的 說 這個誠信 成了我們 現代人 這個生意往來 或者是說 各種事項往來 一個很重要的得目 那所以誠信 誠信是一個 人是否能夠立足 在這個社會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基礎 當一個人沒有誠信 那麼他 只能夠短暫的 站立在 某一個地方 可是呢 不久了 他的根就要毀壞 那他必須呢 又再到另外一個地方 建立他的誠信 如果他自己欺騙起家了 那麼他就必須四處流浪 四處去行騙 他才可以存活 所以 俗話說 有理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有理 這個理是什麼 理是做人的道理 理是那個誠信的原則 你有這個誠信原則 你有這個誠信原則 那麼你到哪裡跟人家生活 到人家 到哪裡跟人家做生意 跟人家相處 人家都會很喜歡跟你相處 因為你講話有信用 你講話有信用 同時也帶來你的商機無限 同時也帶給你的這個前途無量 所以一個誠信的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德目 所以誠信是我們 我們人 修行 立足在社會上 一個修行主要目標 不是說在道場的人 才講誠信 才講信朋友 不是這樣子 一個人 他只要嘴巴講出來了 他就能夠信守 然後呢立行 那麼這個人呢 就是達到信的標準 這個人就是一個修道人的標準 所以信是 這個五輪之 之中啊 信統萬端啊 信同時呢 也統這個人 意 理 智 人意理智 都必須有信這個德目來做基礎 那麼可見這個信 是基礎中的基礎 你看這個信呢 這個人言為信 人講出去的話 就是一種信條 一種戒規 所以如果我們有辦法 有能夠說 將自己的言語行為 付諸實見 那你是聖人 聖人是什麼呢 你做到了 然後再說 做到了再說 那就是聖人 因為你說的話已經應驗了 那說到了再做 那這個就是賢人 我說得到已經做得到 這個是賢人 那如果說 說了又做不到 那這個叫什麼 騙人 這個是小人 完全是胡說八道 說了又做不到 那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哇那這個現在社會上很多這種樣子啊 那說了做不到 而且呢 說得天花亂墜 結果呢完全是欺詐一場 只是為了騙人的錢財 騙到人的信賴 結果信呢 信在這個德木啊 在我們現在社會 已經不是人眼為信 而是要什麼 而是要白紙黑字 簽名概印這樣才叫做信 應該信淪落到這樣子 我們也不能夠講 講什麼 因為這個就是人心的變化 要白紙黑字為證 以前的人 講話就是信用了 以前的人犯罪 然後呢被人家抓起來 那叫你說呢 你在這裡好好的 撕過 用一個粉筆圈把它畫起來 你在這個牢裡面好好的撕過 不可以跑掉 那他就真的好好的撕過 也不敢跑掉 為什麼不敢跑掉 因為跑不掉 那個雖然是畫地為老啊 可是呢 他跑出去之後啊 那個畫地的人 一算就知道他會跑去哪裡了 馬上又把他抓回來 抓回來 你逃獄 越獄 加重 本來是反省三天 現在反省五天 這不是自許其辱嗎 所以以前的人 講話就要信用 好 五天就五天 反省五天就是反省五天 他不敢有胡思亂想 因為呢他知道 一言一行啊 都有這個天啊 天眼 天耳 在看著你 在聽著你 你不敢有所愉悅啊 那後來呢這個畫地為老 這樣的一個樣子啊 這樣的一個能力啊 也漸漸失掉了 因為呢畫地的人啊 他也沒有德性了 他的德性也漸漸失去了 所以他畫地為老就不准 那不准怎麼辦呢 只好做監牢 把整個監牢 封起來 你就跑不掉了 那麼我沒有犯罪 我真的沒有犯罪 那麼你沒有犯罪 好 查無實證 就把你放了 查有實證 好 白紙黑字你認罪 畫壓 結果就認定你是犯罪的 好 白紙黑字啊 不是說人言為性啊 這個又已經是下一層的 這種人性變化了 那現在呢 也是白紙黑字 但是呢 白紙黑字啊 通常會作假 叫偽造文書啊 所以偽造文書又變成一種罪 所以現在呢 誠信在哪裡 沒有誠信了 現在人呢 要講誠信啊 除非他是 真正的痛之痛絕 真正的從懺悔 感恩之中啊 出來的人啊 瞭解到那份痛苦 瞭解到眾生的 那一份苦難 那他會真的是痛下狠心啊 來懺悔來感恩 從今以後講過的話 一定是兌現的 一定是 實踐的 那這樣的人啊 那不是普通人 那是再來人 只有 這個等覺菩薩 啊 聖人君子啊 他對他的話 才那麼充滿自信啊 所以朋友有信啊 我們要做到 這種 等覺菩薩 做到這種 這個聖賢人 那必須要痛下功夫啊 司馬光曾經說啊 我平生事無不可對人眼 喔這個 是相當相當深的一個功夫啊 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事情呢 是不可以跟人家講的 所以呢 不敢跟人家講的 他就不做 即使是一天小小的錯誤啊 喔他也不敢去做 因為這件事情呢 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他不敢去跟別人講 那司馬光也是從錯誤之中做來的 喔他小時候 他在剝核桃的時候 這個核桃的剝不開啊 結果呢他的這個奴仆啊 就叫他說 你可以用那個熱水燙一燙 然後再來剝就很容易剝了 結果他就真的請奴仆去用熱水來燙一燙 結果來剝 就真的很好剝 那他在剝這個核桃的時候啊 就被他姐姐看到 姐姐看到他 你怎麼那麼容易剝核桃啊 因為熱水燙過啊 你怎麼知道用熱水來燙核桃呢 這個因為我自己發明的啊 自己想出來的啊 哇 姐姐就稱讚 這個司馬光非常聰明 結果這件事情呢 他父親早就見到 見在眼中了 他就 出來就跟司馬光講 小子 這個人講謊話 你怎麼可以這麼小就要講謊話了 你這個燙核桃明明是這個奴仆教你的 你怎麼說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被他父親啊 痛罵一頓啊 那司馬光畢竟是很有根基的人 被這樣痛罵之後啊 他就自己知道反省 他就自己知道 以後呢 我絕對不會再這麼做 他不會再欺騙人 所以他從 從那個時候啊 他講的話一定是他做得到的話 或者是說他做過的事情 所以他講出的話一定有信用 成了一代名相司馬光 所以司馬光的德政啊 當時的人都非常的稱讚 非常的贊同他 在洛陽地區 當這個 那個地方的一個父母官啊 洛陽地區的人啊 哀家哀戶 都畫得司馬光的樣子 每天來祭拜他 因為他是我們的父母官 我們這裡難得出現一個這麼好的父母官 這樣 那麼這個鄉野之中啊 靈禮之中啊 大家都互相告誡 不可以說謊喔 不可以錯錯事喔 如果說謊做錯事情 讓我們的 宰相我們的司馬溫公啊知道了 那麼我們就是很沒有面子啊 我們在他的底下做他的子民 還讓他這樣沒面子 這是不可以的 你看當時的這個百姓啊 是非常的純良 一個大德 他所教化的這樣的一個教區啊 讓百姓呢 都能夠走上一種光明的絕路 這是司馬光的這種道德 所教化出來 所影響出來的 那司馬光在主政的這段時間啊 他是做了這個 宋神宗的時候的宰相 他本來不想做宰相 可是呢 他的家人啊 給他小語大意啊 如果為了要照顧全世界的 全天下的眾生啊 這個時候 你不出來 那誰要照顧照顧他們 我們的國家沒有你 那麼誰要保護這個國家 為了國家大意啊 他必須出來 充任宰相 那我們知道司馬光在宋朝 宋朝當時是比較積弱 他旁邊的這個 鄰國很多啊 尤其是匈奴人 尤其是西夏 那這些經國的人 蒙古人 等等的這些民族 常常南下侵犯 中原 那麼 有一次呢 西夏的人要來攻打 北宋 西夏人聽說呢 北宋的司馬光在做彩相 他們呢 一聽到這個消息就馬上回頭 不再攻打了 為什麼 因為司馬光是一個非常有德的人 非常有德的人 我們再去打非常有德的人的國家 那麼我們自己呢 是一個蠻蠻蠻之邦啊 我們自己是個蠻蠻之人啊 我們愧對這種 這種有德性的人 我們不想做蠻蠻之人 所以西夏自動退兵 所以你看司馬光的德性 竟然庇護到整個國家 而且庇護到靈邦啊 讓整個靈邦呢 得到他這種道德的教化 來知道說 一個人 這個做人的信用 當然他是很重要的 這真的是五眼的教化 司馬光做了最好的一個表演 所以朋友有幸呢 能夠真的做到司馬光這樣子 事無不可對人眼 那真的是一個很成功 很標準很典範的一個例子 我們說學為人師 行為示範 司馬光這個樣子 就是人師 就是示範 我們今天讀到司馬光這個狀跡啊 也非常的贊同他 所以後來為什麼司馬光 會在我們道場出現 也成為司馬大仙 今天受到老前人的這個 這個 點話之後 他也得到了 他也可以回天了 如果不是他這個德啊 他今天哪有這個機會 遇到這麼好的大道呢 遇到這麼好的 遇到這樣的民事來跟他點道呢 這個都是呢 做人 平時就已經累積下來的德行 所以會感沾這樣的貴神出現來幫助他 所以這個一切呢 真的是自作自受的道理 做如是因就種如是果 從司馬光的身上呢 我們就發現到這個重要的道理 希望我們能夠以司馬光呢 為這個效法的對象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 大家早安 今天是颱風天 台灣的人民正處於 飢渴的階段 因為全省的水庫 缺水告急啊 那麼事實的來了這個颱風 能不能夠解除漢像 那完全呢 是靠台灣人民的意志 那不是靠老天的意志嗎 因為老天的意志 是從人民的意志所決定的 所謂天是自我明是 天聽自我明聽啊 那麼人民的需要 大家的意念一同 那就會呢 影響老天的決定 所以老天就是人的心意 那麼我們曾經強調 我們人類社會 世間的一切的大環境的現象 都是人心所營造出來的 那麼這樣的觀念呢 在佛經裡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說 今天 如果有漢像的產生 這個地方沒有水 那麼後學以為 這個就是因為 人心不忍的現象 所造成的 如果依照佛經的說法 那麼這個不忍 就是呢 彼此莫不關心 人對人呢 都沒有愛心 都沒有關懷 那一份這種相 相互相惜的 這樣的一個 關懷啊 這樣的一個心意啊 缺乏了 人沒有互相溝通 所以造成了 大地的漢像 因為沒有水滋潤 那現在呢 台灣的漢像 已經在 先前呢 大家急聲呼籲啊 解決的方法 無非是大家要 解水省水 甚至政府要補貼這個 解水電 解水片之類的東西啊 來讓人民使用 希望人民少用水 那麼這當然也是一種 這個對峙的方法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對 對峙這個天然的災害啊 製標的方法 總是有限 能夠改變的呢 也總是有限 真正 製本的方法 那就是呢 每一個人 回歸到 本來的位置 每一個人安分守己啊 安他的本分 他的本分是什麼 他的本分 如果是父母親 他就做好父母親的角色 如果是公司的員工 就做好員工的角色 那如果是這個社會的一個分子 就做好社會的角色 所謂安分守己 回歸五輪的制度 讓君看起來像君 臣看起來就是臣 負就是負 子就是子 人人各安其道 那麼各安其道 是不是人類的這個運行啊 就順暢不已 人類的社會 運作如果順暢 那當然天地的運作 就順暢 台灣話 台灣話 不是有一句話說嗎 人啊 不照天 天就不照天 天為什麼沒有造甲子 甲子就是一種 這個氣候的變化 天地的變化 沒有照著天地的規則來運作 那個是為什麼 因為人 造孽太多 造惡太多 所以呢 天就印著這個像 來顯示各種災難 所以呢 天向遠了 人是近了 天向高遠的道理 我們也許沒有辦法清楚 明瞭 但是經訊裡面告訴我們 天向印著人事在顯 所以人事呢 就在我們旁邊 人事近的道理呢 就是要我們在人事上 好好的來 來用功夫 好好的來歷行 現在呢 這個負不負指不指的現象 太明顯了 所以呢 這個完全是米的現象 眾生對自己不清楚了 對自己的這個身份角色 完全都迷糊掉了 造成現在這個天地 沒有按照它的規則在運行 那麼人類深受其中 人在天地之中 自然受著天地的這種變化影響 那麼人也是天地人的主角之一啊 所以天地透過人 來表達天地的道理 天不言地不語 可是天地的教化呢 通通實實在發生 我們上次講過自然的教育 那這個自然的教育呢 是在人的身上印顯 所以人是一個宇宙之中最主要的一個角色 那人不會好好的去珍惜自己的這一份死命啊 那麼他辜負天 辜負天所造就的結果 那不是老天要毀滅這個人 而是老天印了他的心 來顯現各種的災難 這個道理呢 我們一定要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講到五輪八德 事實上也是這樣子 今天五輪的關係問亂 人際關係呢 大家互相抗衡 互相鬥爭啊 那這五種輪子 這個人輪關係啊 要靠著這八種德行 八種德行的因素啊 來加入在裡面來運作 他才可以呢 運作順遂 運作這個生生不息 那所以想到以前 前顯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那當時呢也是因為 這個水庫缺水啊 這個人民生活 民生用水啊 告急 台北市呢已經成了一個 沒有水的一個城市 是相當嚴重了 那當時的行政院長 當時的這個教育部長 毛高文教育部長 他下了一道指令 要這個中南部的學生啊 通通回家 也就是說學校停止上班上課 然後呢大家都回家 就好像今天颱風 大家停止上班上課 那那一次是不一樣啦 那一次是長期的 停止上班上課 中南部的人通通回家 那麼可能上班的人 還要上班啊 那學生比較好驅動 所以就叫學生回家 等到水庫有水了 大家呢繼續再來上課 喔那那時候的 這個這個舉動啊 當然是引起很大的騷動 人心不安啊 但是政府沒有辦法 只好這樣子 那當時的這個總統啊 我們知道是蔣經國總統 那他當然也非常擔心 水庫沒有水 人民怎麼辦 那所以呢他就到 到翡翠水庫 去巡視一下 那這個巡視一下 看到這個水庫的水啊 真的是快要見底了 不曉得怎麼辦啊 那他就問這個水庫的庫長啊 那庫長啊 你對於這個水庫缺水啊 人民 民政用水啊 告急 那麼你認為你有什麼想法 是想當時的水庫的庫長 能有什麼想法呢 對不對 老天都不下雨了 他能有什麼想法呢 有什麼想法是有水的時候才可以來想 沒有水的時候一點方法都沒有 那他突然啊 這個庫長啊 也是一想天開啊 就突然對蔣經國總統 做了這麼一個報告 他說啊 如果能夠來個颱風 那就是最好 大家一聽 那個颱風 對啊來個颱風是緊急的 這個應對的措施啊 可是颱風常常會造成災難 每一次的颱風呢 大大小小 總難免有傷亡啊 所以呢 他又突發奇想 就說呢 來個颱風 這個雨很大 風很小 喔 然後呢 在那個 那個 新電溪上游那一帶 翡翠水庫那裡啊 就繞個兩三天 那個颱風呢 就在那裡原地打轉 把水庫的水呢 雨下足了 水庫呢 擠滿了 那這樣呢 這個颱風呢 悄悄的從這個淡水河這樣 溜出去 喔 也就是說這個颱風呢 是帶水來的 沒有帶災難來的 如果能夠這樣 那是最好的 哇他這樣一講啊 這個旁邊的人一聽啊 覺得說這個庫長今天是吃錯藥了 竟然敢對總統 隨便亂報告 喔這種 這個奇聞異想 那這個 蔣總統啊 當時一聽 竟然也點點頭 他說 嗯對 有道理 然後呢這個蔣總統 突然就拍著這個庫長的這個肩膀 這樣一拍 就跟他講 好 那我們就決定這麼做 大家一聽就傻了 這兩個人到底在搞什麼鬼 他們決定怎麼做 喔 難道說他們這個颱風 他們說一說 就這樣決定了 颱風就來了 有這種事啊 那當然呢 這個一國的總統啊 他畢竟有一國的天命 那所以說呢 這一國的總統 他如果說真的是愛護子民啊 愛護百姓啊 那他的心呢 心系著這個百姓啊 百姓的憂苦 那就是自己的憂苦 自己呢 能夠告訴上昌 喔 喔 禀報上昌 這個蒼生的疾苦 喔 那麼上昌就會感應 那 這件事情呢 隔了兩天之後 竟然呢 就應驗了 欸真的有一個颱風要來了 這個颱風後來真的來了 來了時候呢 就按照那個庫長所講的路線 喔 就在這個 翡翠水庫的上面 上游那裡 就盤旋了兩三天 雨下個不停啊 這個雨呢 在兩天之內 把水庫擠滿 喔 悄悄的從淡水河這樣溜出去 結果呢 當時 要回到中南部這些學生呢 也就不用回去了 水庫已經有水了 喔 當年的水了 就已經 除滿了 大家就 不畏為水 水所苦 哇這個真的是 天方夜譚的 這個 的一個事情 可是這個事情呢 是 這個毛高文 這個部長 他親口講的 是真的有這種事情 那所以 哇 這個是真的是 不得了啊 我們 以前聽過 這個長官啊 求雨啊 那求雨都不一定有效啊 求雨要有效啊 必須是這個長官啊 真的是 以仁德為主 喔 仁政主治啊 真的愛護百姓 愛護土地 喔 愛護他的子民 那麼他來求雨呢 就會有效 那剛才講的這個事件呢 我們也沒有看到 蔣總統有什麼求雨的動作 可是這樣講一講呢 欸 雨真的來了 而且正如他所講的 那一年的水 水庫就擠滿了 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感應 那麼一個 一個領導人 他所影響的是一個國家 所以他所一發的那個善念啊 也就是騙取到整個 全國的人民 所以他的一個德政啊 如果是純然至善的 就能夠感應老天 然後就降下這個急死雨 這個是從這一次的這個水災 水患啊 又從今天的颱風 聯想到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課題 這個五輪八德 那因為 軍如果能夠做軍的角色 把軍的角色做好 呈如果能夠做呈的角色 把呈的角色做好 大家呢 都是一心為國為民 岳飛曾經講 文官不愛錢 武將呢 不怕死 那那個時候呢 國家就會強勝 那所以看我們看今天的台灣 貪污的事件非常多 喔 銀絲包庇的現象也非常的明顯 那雖然這麼明顯啊 我們還是有看到 台灣的民間 有很多善心人士 有很多君子大德 隱藏在其間 那他在其間呢 這個教化人民 教化百姓 興起了各種的作用 這個作用呢 是一種磁場的波動 這種磁場的波動呢 會綜合台灣的這種暴力貪婪之氣 然後呢把台灣呢 營造 至少呢 還能夠穩固一個正常的局面 那所以有 有外國人 來到台灣 他們第一個印象 都會說台灣人很熱情 喔 台灣的人心呢很善良 這個是普遍的第一個印象 那所以可見呢 這個五輪八德在台灣的 人民的心中啊 其實還是潛藏在 他的內心裡面 那只是說 因為現在的社會 走向公立主義 金錢掛帥 所以呢 這一份的名利啊 把我們內在的那一份 本來有的這個 道德本體啊 給掩蓋住了 那所以現在呢 我們必須要有 很多人 很多的這個有志之士啊 來教育人民 來教化整個台灣的這個眾生啊 透過各種方式 來教化他們 所以這個就形成了 我們說的宗教的教育 那雖然呢 五輪八德不是宗教的教育 它是一種生活的教育 它是存在著 在我們的二十四小時的生活之內 可是呢 因為這個人 因為這種現象呢 沒有人提倡了 所以必須透過道場 透過這些修道人 有志之士來推動 所以我們勉強 把它歸納為這個宗教的教育 那說起宗教的教育 那說起宗教的教育 在我們台灣呢 算是還很普遍 尤其台灣的這個廟非常的多 但是呢 有廟不見得有道 那有這個道場 又有真正的道 那來做起這種 推動五輪八德教育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啊 那這個意義才能夠落實 那所以現在在推行 兒童讀經 這個讀經的教育 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扎根動作 雖然我們幾次強調 我們不應該期待這一群小孩子 來拯救台灣的社會 但是如果說這一群小孩子 從小就接受聖人的教化 就接受這種五輪八德的訓息啊 三綱五常的養成啊 那麼我們覺得台灣的社會 還是有救的 那現在的五輪八德 之所以會漸漸的示威啊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整個科技的這種從上 媒體的這種迅速報導 所以造成了五輪八德的一種淪落 那科技的從上呢 當然就是大家都追逐最新最好 最高級的 譬如說一個手機就好 手機 是現代人很方便的 一種通訊的工具 不管你多遠 按幾個號碼 就能夠跟對方溝通 那這個是一種很好的工具啊 但是呢 如果說太過於崇尚這種工具 譬如說我要這個最精良的 我要功能最多的 我要最好的 又可以照相 又可以聽音樂 又可以呢 上網 又可以看電視 不斷的在追逐這個 那變成了你被手機鎖 所綁 那我們被科技所綁的東西 太多太多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迷在裡面 迷在裡面而不自知啊 而不自覺啊 認為說那個就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不知道說 那個就是所謂的捆仙神啊 把我們的自信的仙啊 把它捆起來 讓你呢 不得跳出啊 那不得跳出呢 這個 人類呢 在接受這些文明的洗禮啊 它沒有那個道德良知 反而變成更加狡猾 更加自私自利 更加殘忍無恥 所以為什麼每天新聞所報導的 都是這些 它報導的都不是正面的 都是一些道德倫上 這個七星之 七拐詐騙 詐騙 這種情況 那這種 殺到淫亡的事情 每天自動 跑到你的面前來給你看 那麼人 哪有不受影響的道理呢 這個就是因為 現今的人啊 太過重視物質的享受 而忽略了精神的文明 整個人類啊 物質文明越是進步啊 物質享受越是豐富啊 那麼他的精神生活 就會愈加的頻繁 所以說 我們 必須來正視 科技發展 這個事情 那科技發展啊 雖然帶給 人們很大的便利 但是呢 也帶給人類 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啊 那我們雖然得到一死之變啊 但是呢 害多於利 因為呢 大家呢 都希望擁有 這個高科技的物質 高 高規格的享受 所以呢 重慾取物 甚至呢 貪財欺詐去取物 取得這個來享受自己的 這種眼耳鼻舌 生意的這種快意啊 那麼科技的便利 帶給我們的這種後果 實在是得不償失啊 我們得到了一點點的便利啊 損失了卻是無窮無盡的痛苦 這是人類真正的危機啊 所以想要解救人類的危機啊 那必須呢 必須 停止科技的從上 對於一切物質的享受呢 要把它看淡 所以這個是非常難的 如果沒有到場的這些真正的修行人 在視線啊 我們幾乎看不到這種現象了 那麼我們看到和尚 尼姑 開著高級跑車的也都是很多啊 這個是很難去阻擋那股潮流 那所以當時 英國的歷史學家 湯恩比啊 他在1970年代啊 就已經呼籲 人類要回歸自然的生活 回歸到以前那種 這個拿著鋤頭 拿著鋤頭 耕地除草 用的這個牛車 來載貨物 這個點的這個蠟燈 沒有燈 再過夜晚的生活 要回歸到那個那個時代 你看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中國歷史 四五千年來 都是這樣子 就其中呢沒有 對於整個生活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一直到呢 有一個人 就叫瓦特 英國的科學家 他發明了蒸汽機之後 整個世界就改變了 那蒸汽機呢 帶動了工業革命 蒸汽機呢發發展成這個火車 汽車 很多種種這個大量製造的工具 那麼生活這個物資啊 越造就越快速 越造就越便宜 那麼車子的速度呢 越來越快 整個人 人類生活的這個速度啊 它那個步調也跟著條快 所以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當中啊 人越來越迷思 越來越迷思呢 今天要強調回歸到五輪八德 這樣的一個事件就越來 這樣的一個倫理道德的推動 越來越難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發展科技的同時 科學家應該努力於重視人文科學的發展 也就是說人文這一塊呢 你不要去忽視它 那精神生活要重於物質生活 不是說呢 物質的文明啊 是最好的 那精神文明呢 就不要 精神文明呢 就是做人的那種道德觀念 那是我們的根啊 如果重視道德的修養 實踐道德的這種行為啊 人類才是真正的 有和平幸福的生活 才可以解決 解決啊 這個當前人類的危機啊 那所以倫理 道德 必須從小就教育 教育的原則 教育的根本 就是五輪八德 三綱五常 這個是古大德 一直在強調的這個德目 儒家教學 第一個就是教人德行 你看四輩使者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德行 再來才是言語 正式 文學 那如果 如果一個人 他連基本的道德都沒有 那但是呢 他其他的技能很強 技能就是四輩裡面的政治 這個文學 如果他在這間很強 那麼沒有道德 那他必然呢 毀害眾生 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問亂 他這個言語很厲害 現在 四肢充變了 結果呢 沒有道德做根基 沒有德性做基礎 那麼這個人呢 毀害社會 那麼據說 孔老夫子 做了魯國的司寇 曾經 斬殺一個人 那這個人叫 邵正卯 那邵正卯呢 他就是言語很厲害的一個人 這個黑的能夠變成白的 死的能夠把他講成活的 可以說是辯論的高手 真的是四字充變 沒有人講得過他 連孔老夫子都講不過他 可見他口才是厲害耶 那麼孔老夫子 做了魯國的司寇 就有這個權利 制止這個人 妖言禍眾 所以呢 他就把邵正卯 把他殺了 殺的原因是什麼呢 殺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妖言禍眾 其實他也沒有說什麼妖言禍眾的話 只是呢 他講的這些話 不符合當時的 倫理道德 孔子怕說這樣的人 他會迷惑人心呢 他會造成更多社會的動亂 那麼他這個孔子呢 就把他給殺了 那如果邵正卯這樣的人 來到我們今天 台灣的社會 哇他一定是不得了的人物 尤其是這個政治場上 他說不定是會高票當選的人 口才一流 而且講的頭頭是道 那但是呢 你看我們現在政治的生態就知道了 大家呢 都是呢 為了反對而反對 那那些政治生態裡面的 這些高高手 就是所謂的民嘴 哇講的這樣聽話亂罪的 很多人呢 都會迷惑於他的言語 不管他講的是對的 是錯的 總之呢 講得非常好 那麼 他講得好 對方也講得好 就形成了兩股勢力的這種對決 那現在台灣社會不就是這樣嗎 造成了大家呢 彼此互相的這種對立 那引發成群眾運動 造成更大的傷害 那所以說 回歸到基本面倫理道德的教學 那可以說是 是現今最重要的課題 所以現代的這個 先佛菩薩 他所要教化人民的 所講的都是在講五輪八德 都是在講三綱五常 現代的社會呢 你不用講什麼苦空無我 什麼禪定解脫 那個人 那個思維啊 對於現代的眾生啊 都太過懸遠了 真正的放下呢 就是回歸到原來的基本面 就是什麼 五輪八德 那你做子女的 把子女的本分叫做好 做父母的把父母的本分叫好 老師老師把它做好 每一個人各安其分 各盡其職啊 整個社會運作順暢 那麼社會就安定 國家就太平 世界就大同 所以世界大同 是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每一個人的責任 那現在呢 每一個人都不遵守了 那所以天下膩原子已到 我們要透過道 有一個天命的力量在主導 那這個天命的力量呢 很慶幸的我們今天有一代名師 他教給我們道 傳給我們道 讓我們跟著這個道來走 我們就可以呢 這個正己成仁 教化自己成就別人 所以講到五輪八德啊 我們昨天呢 把五輪的這個內容 大致上的講過 那麼我們今天呢 在把八德 幹藥的借術 介紹過一遍 那八德呢 就是 孝帝中信 禮義廉齒 這八種德目啊 那麼這個八種德目啊 這個細分下來 是無量無窮的 這種德目啊 所以儒家 他大概用這種八種德目啊 來稱說啊 所以有很多德目呢 他是重疊的 重疊的 那麼我們就知道說 儒家的分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譬如說中庸 中庸把五輪定位在這個五種 這個種 五種群眾的這種角色 那五輪關係的運作呢 要靠著這個 智人勇的這個要素 在裡面推動 所以智人勇就是三達德 那三達德呢 我們現在要講八德 那是不是三達德跟八德又不一樣呢 那跟三鋼 這個五常又不一樣呢 其實不是這樣子喔 其實是因為 在各種德目之中啊 我們只要把一個德目 好好的遵守好 那麼其他的德目呢 我們就會呢 把它圓滿起來 那麼所以儒家在不同方面講 講不同的德目 那是也是適應每一個眾生的根性 所以中庸講三達德 三達德運作圓滿 在這個五輪角色運作順暢之後 那麼統歸到一個最終極的那個原點 就叫成 所以成者天之道 成之者人之道 那麼成者呢 就是天的道理 天呢就是良知本性的 的朗線 那麼天的道理在良知本性 本性呢 印刷出來就是人 所做的這些 道德 倫理道德的這種言行 所以天我們說 天是我們一天 天在哪裡 天就是我們的良心 每一個的良心 每一個的良心 都呈現到那個善的一面 那麼這個天呢 自然就呈現成天堂的一面 這個是自然的道理 成之者人之道 人之道就是呢 好好的把成去例行它 那例行成呢 有透過這個仁義理智 有透過孝蒂中性禮義廉恥 這些德目 那麼每一個人跟心不一樣啊 所以他可以選擇一個德目 來做入手處 來一門深入 來長期心修啊 所以儒家不講你 你要好好的念經 好好的這個念佛 或者是修禪 儒家沒有講這個 儒家講了 你就是在好你的本位上 好好的力行 五輪八德 那就是最好的修行 所以我們上次講 這個忠誠孝子 今天過世明天回天 就做神 忠誠孝子就是最好的修道了 哪有比忠誠孝子這樣的修道呢 更加直接更加積極的呢 那我們說這個忠誠孝子 那同時呢我們如果說一個清廉的人 一個有節氣的人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回天做神 當然可以回天做神 他只要一個德目做的圓滿 那他呢就回歸本位 也是圓滿的 所以現在的修行 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修行 更直接的 而且對於社會 對於人心有幫助的 這個修行 你看我們的修行 我們現在所說的修行 世間人 在一窝蜂在流行的 坐禪 這個念佛 曹山 惠寧 或者是說呢 來修這個太極拳 修這種法輪功 那修這些呢 那修這些呢 對於心性來講 你就只是幫助你自己的 身心健康而已嘛 幫助你自己 得到那一份享樂 心靈上的喜悅 那對於眾生有沒有幫助呢 這個真的是很難看得到 也不能夠說沒有幫助了 但是幫助的總是有限 因為他們這些修行啊 都是在做一種福報的累積啊 那福報的累積 最多你可以修到 這個兜曬天 外怨 不是內怨喔 內怨是彌勒淨土 多帥天外怨是一個 修基福德 修到很大的人 可以到那個多帥天的內怨 以後有機會 接受彌勒祖師的教法 那繼續呢修煉 頓悟到這個心性 頓悟到良知本體 再到內怨來 所以 修功德跟修福德是不一樣的 六祖彈經 這個六祖 在五祖的會下 還沒有發跡的時候 那五祖呢 要找傳人了啦 吳祖要找傳人 在這個會眾上啊 跟大家宣布 大家不要指眾的修福 修福只是得到來世生的福報 特別講到 此事福不能救 那此事是什麼事 是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福不能救 那什麼可以救呢 只有功德 功德才可以救啊 功德才可以幫你超生鳥死 福報只是帶你轉身到 散業的這種境界上去而已 所以你看你造散業 造惡業都是業啊 造惡業墮落到惡道 造散業生到天道 那你造散業你還是要去消這個業啊 想一想是不是這樣子呢 然後你造散業了 你生到天堂了 你把這個散業 這個福德消完了 消完之後呢 繼續又墮落 哪有辦法超生鳥死 我們今天是要找到一條 回歸這個禮天 超越生死輪迴 一個超凡入聖的大道 這個超凡入聖的大道 那麼明師指點我們 你就是從這裡下手就對了 從這裡下手 那麼你好好的在人事上 把你的五輪八德三綱五常 把它做到最圓滿最標準 那麼你就回去了 所以道是本來就有的啊 明師指給我們的道 我們是本來就有的 道不是老師傳給我們的 我們今天呢 只是因為迷昧了 不知道了 所以總在迷霧之間嘛 迷了我知道了 我就可以好好的來歷行 但是呢 這個你 你悟了 悟了還不夠喔 悟是禮上頓悟而已喔 你還要誓要見修喔 禮上頓悟之後 老師給我們這個 圓滿的這個自信的一條路 我們好好的透過這條路來歷行 好好的來做 所以道在我們身上是性禮 你把性禮做出來 就叫德 所以是道德道德 你這個人有沒有道德 你這個人有沒有道德 沒有種每一個人都有道 但是你的道沒有明顯啊 你道如果被指出來了 可是你又不做 那你沒有德 沒有德沒有辦法回天 所以六這個五主講 此事福不能救 此事是什麼事 生死大事 生死大事呢 福德不能救 所以眾人只知道修福啊 不知道這個修道啊 那是白用功夫啊 頂多呢你來生轉到一個好的人家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為什麼在五主會下 得到的只有一個人 那是因為 只重修福 不重修慧 對 那六主呢 因為他本身就很有根基啊 他一聽就知道 什麼是 此事 什麼是福不能救 所以看到神秀那句話 福德本無數 民進亦非台 本來無一屋 何處惹塵埃 那他一聽就知道 就 不是 由信 自信所發的 五主那個時候特別強調 你們承一手寄來 來給我看你們 有沒有悟到本性 施量極不重用 你不要去想喔 你做事的時候不要想喔 不可以透過你的意思 去把它寫出來喔 你要當下即事喔 結果呢 神秀想了三天三夜才把它想出來 我傳給老師看 老師就叫你不要想了嘛 你要想想那麼多 你看想這個字 心上有像 你著想啦 著想了就沒有辦法見到自信 自信沒有像 自信有像的話 那自信被迷昧住了 自信被意識給掩蓋住了 所以自信沒有像 那六主呢 六主他沒有想 他一看到這個字句啊 這首詩啊 他就知道說 他沒有見信 因為有像 所以六主講 菩提本非術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啊 何處惹成啊 你看本來無一物 心外無物啊 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 我們儒家講 格物 那你心外無物 你要怎麼格呢 所以格一定從內心格 所以諸子解釋的 窮舊事物的道理就是格物 這個是錯誤的解法 因為心外無物嘛 心外無物你要怎麼去格呢 你不是把事外面的物把它去掉啊 那不是啊 外面沒有物啊 外面有物是因為你把它拿到內心裡面 你去執著 你去分別它 那 所以內心才有那個貪嗔之愛的染招啊 那個染招才叫做霧啊 當你把貪嗔之愛放下了 那就完全是格物了 所以當時為什麼 這個朱熙跟陸九淵 兩方面在那裡變 結果呢 聽說 這個朱熙聽到陸九淵的說法 哇 嚇得這樣子 冷漢直流啊 也不曉得要怎麼對打 因為陸九淵他講的話有見性 格物 格物就是格 格就是格處啊 格就是要戰鬥啊 你要把物語格主 你要把這個物語呢 完全的放下 佛家講放下 道家講無為 儒家講格物 都同樣的道理 其實都是在講一件事情 那就是呢 回歸到我們的良知本性 良知本性就是五輪八德的流 的流程 就是道德的流程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道德的本體 所以如果說 每一個人知道 我們內在那一份 道德圓滿的那一份本體 他所做出來 所講出來的 怎麼可能會有偏差呢 怎麼可能會有自私自利呢 那所以說我們 講到五輪八德 我們把這個八德 稍微做一下 減速 我們是說 孝替中性禮義廉恥 那孝 我們也特別的 說過 孝是所有根本 中的根本 白水老人曾經講 孝地中性禮義廉恥 一個孝字 包括所有其他的德目 所以呢 中性 地中性禮義廉恥 通通在孝道裡面包括了 所以可見孝是根本中的根本 孝是不可以偏廢的 一個健性的人 他一定是一個孝順的人 他一定是一個孝道的人 我們說孝親尊師 孝親尊師就是人修行 第一個基礎 那孝道的人一定是尊師 所以孝道圓滿 其他的德目就圓滿 我們這個人一出生啊 就跟父母息息相關 血濃於水 所以這個孝道呢 是永久存在 人的這種內心之中 孝道沒有辦法 透過口頭上的這種 拋除 言語上的排除 那這樣呢 這樣孝道就可以不要做了 沒有這種事情 孝 是一個圓滿的德性 我們說一個老 一個子 老跟子之間形成一貫了 這就是一條金線 那這一條金線呢 就是帶領我們回天 的一個根據啊 那麼我們如果沒有孝道 我們怎麼回天呢 這條路都斷了 我們怎麼回天呢 那麼你要旁擊其他的道 你沒有孝 你要如何旁擊呢 所以孝的重要性呢 不言可遇啊 那佛經講 孝的範圍可以擴及到 一切的眾生 所有的男子是我父 所有的女人是我母 因為呢 在累結累世之中 他們都做過我的父母 所以他們都是我孝敬的 孝養的對象 所以度化眾生就是最大的孝道 你拜奉老母 就是度化眾生 把眾生都帶為老家 那就是盡最大的孝道 那替道呢 就是一種兄弟之道 替你看替這個字 心旁邊有一個弟弟 弟弟的心就是孝道 就是用著侍奉兄長的心 來侍奉兄弟 來對待兄弟 這個就是替道 那麼替道是孝道的延續 所以呢 兄弟和好 同時也就是孝道和好 孝道這個延續 兄弟不和 你不孝父母 父母看到你兄弟不和 那麼他也會難過 也會傷心 你踢到沒有做好 那麼父母難過 那麼你就是孝道也沒有做好 所以兄弟同胞 同時也是父母的化身 那兄弟呢 兄弟又是誰 四海之內又是兄弟 所以所有的眾生都是你的兄弟 你都不能夠欺負他 傷害他 所有的眾生都是你要度化的對象 你要度九六元胎佛死回天 你不是要把所有的眾生都帶回去嗎 那這不是替道嗎 所以孝替兩制是連續的 相續的一個德行 那中 那中 中就是中庸的心 不偏不倚就是中 你對於這個事情 不偏不倚的處理 對於這個人不偏不倚的這種對待 這個就是中 我們現在所說 中於老闆 中於這個上司 中於點團師 中於老公 中於老婆 這個中啊都是狹隘的中 真正的中 是對於世間上 所有一切人事物 都是不偏不倚 都是中 所以現在的人 對於忠誠度非常講求 中誠度你對於我這個團體 對於我是不是有夠忠誠 這是老闆最在意的 那麼一個老闆要取用人 要看這個人有沒有忠誠度 事實上你只要問他 他對於父母親的態度是怎麼樣 那你就知道他對於忠誠度的 是達到什麼什麼樣的程度了 如果他是一個孝子 那麼他一定是一個 忠誠度百分之百的 那麼他如果對父母人 模擬兩可 有所批評 那麼你會想得到 他對你的忠誠度大概也要大打折扣 所以你看孝是不是又跟忠 是一個相訊的德行 所以這個孝子 一定出來一定是忠誠 忠誠一定是出於孝子之門 忠跟孝是一體的 那麼古書講 古書人講 當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 要呢這個 捨孝盡忠啊 事實上不是說把孝道放下 而是說呢把孝道的範圍擴大 因為忠的範圍是忠於整個國家 整個政府嘛 那他這個政府包括你這個家 所以當時的忠的這個定義啊 是包括了整個天下 那範圍更廣 那天下就包括父母了 所以呢 父母親的孝 移到這個忠 所以叫移孝作忠 那忠呢把孝的範圍擴大 那現在呢 團體公司這個忠呢 就沒有像國家這麼大 所以移孝作忠這個看法 在現在呢是不太說適合 除非說你的對象是整個天下的眾生 像道場這樣子 你要度化整個天下眾生 你要孝敬的無神老母 那麼移孝作忠呢 可以做這樣的解釋 但是呢也必須事實拿捏 這個我們必須講清楚 這個說來呢當然是還有很細的得目啊 很細的做法要去體會 那我們說性 性是這個五輪 性是這個五常裡面 它的中心點 五常仁義理智性 五常裡面的這個性 是中央物極土 這個中央的部分統那個世端 所以性是人的立身的根本 性我們也有講過很多 所以呢這個德性呢我們不用 我們不用再去強調 事實上五輪八德 八德裡面的內容 我們只要點過就好 因為呢這個德目啊 是大家的這種修行的法門 那每一個人的法門不一樣 所以呢我們只要把它根本原則 把它找到那就對了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講到 慘發五教聖人之奧 那我們上次講到 講明五輪八德 其中八德的後半段 是包括在四維鋼廠裡面 所以呢我們講到 然後克尊四維鋼長之谷裡 我們再來繼續來講述 四維的德目 那台灣最近 因為摩拉克颱風 造成嚴重的水患 我們上次才在講 台灣水庫缺水 缺的非常嚴重 每個地方呢都告急啊 希望能夠來個颱風 能夠解解水患 能夠解渴 結果這一次颱風的來 不只是解渴 還能灌到呢 爆出來 造成水患 而且水患呢 造成很多生命財產 很多家庭流離失所 這個生命的這個傷害 人口的失蹤 那因為到現在呢 水患的救災工作 還在持續進行 那我們希望 我們修道人 秉得一份 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的心 那我們雖然 沒有辦法去幫助 每一個受災的災民 但是至少 我們可以為他祈禱 我們可以為他做功德回向 那希望老天呢 能夠趕快把這個災結 把它消滅掉 讓人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那可見呢 這次生命財產損失相當的嚴重 這個現象呢 我們也曾經講過 也就是說 水災的產生 佛經上講 是因為人的貪心所造成 那麼以前 我們很少 就在我小時候的時候 很少聽到土石流 甚至沒有聽過土石流這個名詞 那最近呢 只要颱風一來 就有土石流 這個山洪爆發 橋墩被沖垮 這種現象呢 一再的發生啊 那麼 如果 從修道的觀點 來看人世間的這個現象 災結的呈現啊 跟人心的反射 是有 絕對的關係 但是呢 一般人並不清楚 會把它當作是迷信 那所以呢 很多的專家學者 科學家 要用各種救治的方法 來阻止 人民的生命財產受損害 投入大量的這個精神 人力 物力跟時間 來研製各種災難的產生啊 但是我們 有沒有想過 那就是如何可以讓災難不要產生 想想我們以前小時候 災難難免有 可是呢 沒有像現在這麼頻繁 那現在這麼只要 一來個颱風 或者是 一沒有下雨 哇就造成全省 全國人民 的這種恐慌 跟緊張啊 好像 天地的災邊一來啊 就造成全國性的災害 那麼想想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 從佛的教界裡面 來講的話 所謂向水心轉 我們世間這個大環境 就是一個像 那像呢 印著人心的顯露 而呈現 那佛說呢 水災 是因為人的貪心 那麼颱風是風災 風災 夾帶著大量的水 的雨水啊 清洗到人民的生活 那麼這個風災 是屬於魚吃的部分 魚吃加上貪心 就造成了颱風 的水患啊 沒有辦法來化解 那當然呢 如果說 政府官員講這種話 一定是被 人民罵死 政府官員怎麼可以這麼迷信 那麼人民 自己本身 也很迷信 那為什麼人民也很迷信呢 因為人民呢 他相信有鬼神 相信有老天 那麼這些老天呢 鬼神呢 是依靠的 人們對他的禁奉 的多少 來保佑人們 那所以 在這個鬼神的節日 神明的節日 尤其是現在七月要到了 普渡的節日 人們呢 不惜花大量的物資啊 來供養這些鬼神 祈求自己 生活 事業 乃至於 這個家庭 社會 都能夠得到 一個和諧的 一個對待 但是呢 仔細思索下來 這是一種迷信 迷信什麼呢 迷信啊 以物易物啊 迷信這個賄賂的心態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 用這些物資來供養 這些鬼神 鬼神就會保佑我的平安 那這不是迷信嗎 這不是賄賂嗎 喔 你有去燒香有去供養 那就得到 神的保佑 沒有去燒香沒有去供養 就沒有得到神的保佑 真的是這樣嗎 那仔細想想 好像也不是這樣子 我們的世間人 都不屑於貪官污吏了 那麼何況做神明的人 他怎麼可能 會因為我們的供養 而接受人的賄賂呢 所以這絕對是不可能 那麼天地災解怎麼來的 天地的災解 是因為這個地方 的眾生啊 他則共業的營造 所以可見了 這個颱風的來造成災害啊 那是魚吃加上貪心所造成 而魚吃是風 那這個貪心是水 所以形成了災難 有時候颱風來並不會造成災難 那如果說颱風來會造成災難 那可見了這就是一種業 那貪心跟魚吃啊 在我們台灣的現象 是非常的明顯 你看魚吃就是不絕 不絕的現象呢 就反映在我們的 對於這個前途事業 尤其在錢採方面 大家一窩蜂的 都想要 一夕自負 都想要求得名牌 那所以現在台灣呢 很多人 希望不老而活 所以呢 外勞越來越多 那台灣的人呢 失業越來越多 那台灣人 失業呢 並不是外勞所引起的 而是呢 很多工作呢 台灣人不屑去做 那不屑去做呢 只好引進外勞來做 那有時候呢 是因為台灣的人 他要求的待遇 或者是要求的標準太高 雇主呢 雇主呢 請不起 那這個標準 為什麼定那麼高呢 說來說去就是一個貪制 那所以引進外勞之後 造成自己在就業率上呢 更加的提升啊 那 那 在每天的新聞上 喔 詐騙偷 盜 拐 欺 等等現象 每天都有 那這個是台灣人民 喔 不覺所產生的魚吃 又對於這種 眼前的現象 想要 立即取得的這種心態啊 這種貪跟吃結合在一起 所以就造成 台灣的這個颱風啊 災難不斷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 能夠反思這種現象啊 真正立行 在修心養性 在 道場修道的這些同修啊 應該呢 盡量來推動 聖賢的教化 倫理道德的教化 甚至武教的教化 讓每一個人 至少相信 有一個神 能夠幫助他們 那這個神幫助他們呢 並不是透過賄賂 透過供養 而是透過內心的 那一種清淨 真誠 慈悲 平等 這樣的心 來供養 諸天先佛 那諸天 諸天先佛 能夠獲得到這些眾生的感應啊 喔 結果呢 他的這個法力啊 他的這個慈悲啊 就能夠直接適應到這個大地上 那這個 他的這個感應啊 並不是 人民求他就給他的 佛菩薩的慈悲啊 是 無時不刻在加持 我們這塊人民跟土地 那只是眾生的不迷 眾生的迷 不覺 讓這樣的感應呢 沒有辦法到達到自己的身上 到自己所處的這塊土地上 喔這些道理呢 由於太過 太過 維繫 太過深奧 所以必須呢 一步一腳印的來修行 才能夠感受到 聖賢菩薩 他們對於世間人教化的用心啊 那所以我們今天 透過道之宗旨的經文 來講述 產發五教聖人的奧子 那五教聖人 事實上呢 這個 道之宗旨裡面 舉出五教 只是一個 代表性的 宗教 因為這五教呢 經過這個歷史 時空的 掏襲啊 到現在呢 幾千年下來 都還存留在 現在 現代的人心啊 那麼可見這個五教呢 他是值得時空的考驗的 那所以呢 這五教是 一種代表 那其他的各種教派啊 他也有他們的教義存在 但是呢 沒有辦法一一舉出 所以用五教做代表 來 包括所有的修道人 所有的這些教主 他們 救世的這個宗旨啊 那他講這個聖人的奧子 那聖人 五教聖人 可見呢 五教的教主 他們都是 已經是達到 無緣大慈 就是同底大悲 真正的 絕而不迷 真正的 敬而不懶 真正的 正而不邪 已經達到了 民心見性這樣的一個境界 所以稱之為聖人 那也只有聖人 他才能夠把眾生 這種很複雜 很盤根錯節的 各種人生現象啊 把它解釋清楚 讓眾生呢 在這樣的 這個 像海藻糾結一般的 這樣的一個思緒 憤亂裡面啊 抽絲剝繭的 從裡面呢 把它抽出來 從之中呢 可以跳脫出來 所以那一份的 跳出的苦 允難啊 那是聖賢菩薩 所經歷過的 所以聖賢菩薩 能夠呢 能夠同體大悲 能夠無緣大慈 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那聖賢菩薩 幫助五教聖人 其實他們的境界都是一樣的 都是法身菩薩 那法身菩薩就等同如來 如來就是五教 我們這裡說的聖人 所以 當 某一家 某一教 在批評某一教的聖人的時候 那麼他們是對於這一教呢 完全不了解 那才會批評 佛都教人不可自葬毀他了 那你怎麼可以自己 撐揚自己 然後毀謹別人呢 這個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我們懂得 五教的聖人 都是佛菩薩的化身啊 都是那個道理啊 那麼我們有什麼好 好批評的呢 所以 五教的修行人 如果能夠把這些聖人的奧子 真正的領悟到 好好的來修持 就在他們的教育上 用心下功夫 一門深入 長期熏修啊 不斷的在他們的教育上 例行實踐 以及呢 不斷的反思啊 反求制 諸己啊 那麼當他深入到他們教育的核心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說這個奧子的時候 那麼他會突然的貫通 譬如說五個手指代表五個宗教 當他修到這個奧子的時候 修到這個底下了 發現到說 這五隻手指是在同一隻手上 那個根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他如果修到能夠修到這個根的部分 那麼就貫通到全部的根了 所以當他再來看這些表象的時候 會發覺到說這些表象的這個道理啊 原來都是同一個 所以叫做一啊 一是那個真理 一是那個道 所以我們講道之中子 我們講道不講教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從根本修 那從根本修 對現在的眾生是非常困難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必須呢 這個世上要見修 但是那個理可以頓悟 也就是說人都有一個根本 那個根本現在雖然我們沒有感受得到 可是呢 你只要一門深入長期心 你就好好修修修修 修到這個奧子 修到這個根本 那你就通了 所以道呢 有責任要燦明武教聖人的奧子 甚至呢 各種客派的這個奧子啊 讓他們都了解 其實真理就是那個一 那所以一貫道呢 在立場上 他的出發點就是那個根本 那所以他講武教 尤其是中國 魯士道 三教發達 魯士道事實上哪有分別呢 到了 那個 到了你看明清 乃至民國這個時代 魯士道都已經是變成一個 一個一個 中心的思想 任何人引用佛家的說法 道教的說法 儒家的說法 通通在講那個 那個一個一個的說法 三家不分而分 分而不分了 那這個道理 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 其他的宗教 會互相排斥 那尤其是 這個一貫道呢 他講武教合一 那武教呢 通通不承認一貫道 那可是呢 我們必須要問 那武教不承認一貫道 武教的標準是什麼 你說你是佛教 你佛教的標準是什麼 你真的是佛教嗎 你是可以做佛的代表嗎 你是 是佛道教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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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做他們的代表 來否定別人的宗教嗎 這樣說起來好像也不可能做代表 因為你不可能代表佛教 你雖然是佛的形象 可是呢 你沒有修到佛 你雖然大道的形象 但是你沒有修到那種 真人 真君 的境界 那儒家 儒家根本不用 儒家根本就不是教 這個基督教回教 也都是同樣的道理 那所以 武教 在道的觀念上來講 那就是一體的 沒有分的 可是呢 有的人 他喜歡走這種 基督教的路線 有的人喜歡走道家的路線 儒家的路線 這個是沒有不同 所謂上山的路有很多條 可是呢 到了零點之後 那個目標是同一個 所以目標同一個是一 一就是不二 那佛教講不二法門 不二法門不是只有佛教 這條路才叫不二法門 你看佛他自己 他都說有八萬四千法門 那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 有沒有包括道家的呢 儒家的呢 基督教呢 回教的呢 我相信 通通有包括了 那麼基督教 回教他們這些 民主啊 他們沒有辦法 接受佛的那個樣子 來度化他們 釋迦牟利佛用佛的樣子 去度化 回教了 可能 早晚也要被殺 所以他們 這個佛啊 這些聖人啊 就必須化身 化身成 哦 這個耶穌基督的樣子 摩罕莫德的樣子 然後到他們教裡面 去宣揚 這個聖人的奧子 就是這個道理啊 所以 有人問 那觀世音菩薩到底是男的 是女的 這個道理啊 在我們道場 我相信 很容易解決 可是在其他的教派呢 就不太容易解決 那觀世音菩薩要救男的 需要用男的形象來救度這些人 他就化身為男的嘛 那麼要救女的 哦 要去 需要用昆道形象去救了 那他就化身成女的嘛 如果他化身成男的去救 那會變成性騷擾嘛 對不對 想想 這個道理就很簡單啊 因為呢 因你什麼身得度 就限什麼身嘛 所以觀世音菩薩 他 他沒有男女 沒有對待 他只是一個象征 他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呢 都是把這個 聖人的奧子 的定義 給狹隘化了 所以 我們說法身菩薩 他就有這種能力 他就已經等同如來的能力 等同這個聖人的能力 那他有可能呢 就化身成耶穌基督的樣子 去救度 這個西洋的人 莫默德的樣子 去救度中東的人 那這個法身呢 是同一個啊 他同時也是儒來佛 他同時也是 這個 這個 原始天尊 也可能是這個 龔老夫子 都是一樣 沒有變化 那所以呢 講到武教的宗旨 那麼我們在 道場 有一篇訓文啊 一篇很大的訓文 把武教的這個宗旨啊 變成一篇圖畫訓 那這篇圖畫訓裡面 這個訓中訓的字意啊 我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把這個武教的這個奧子啊 大略的來說明 那我們也透過這篇訓文啊 來讓大家呢 了解一下 武教的教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 在還沒有講 武教的教義之前 我們必須先把道燦明清楚 也就是說 武教的教義啊 講講講講講到最後 那就是那個 那個道 都是迷失一指 所以迷失一指之後啊 你可以透過佛家的修行 道家的修行 儒家的修行 然後呢 印證到迷失這一指 所以迷失這一指 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所以老師說了 他說呢 一點真領鴻蒙開 一花五半同根齋 一花五教定位在 一里萬書歸回來 這個 一點真領啊 迷失這一點 那迷失這一點 主要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靈靜 我們的靈靜 是跟那個 無極的本體 我們用一個名字來代表它 就是老母 老母的本體是一樣 那麼 很多的 法師啊 佛教界的這些高僧啊 我們 批評一貫道的 通常都是在這個老母 為什麼還有一個老母呢 那他的父親在哪裡呢 為什麼不說老父呢 你看看用這種方式來批評 這個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 很沒有道理 根據個人的想法 來批評 那麼我們 我們都知道 老母是不得不 用一個名詞來說他 用一個名詞來說他 母的根這個說法 在我們的 中國人的意思啊 中華民主的意思裡面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正常的字 我小學畢業的那個 國 學校 那個小學 就是我的母校嘛 那母校 我講母校有什麼錯嗎 我難道 一定要探討 那母校 那公校在哪裡啊 一定要講這樣嗎 所以這個 批評是完全沒有道理 我們說 這個母體 母體 難道還要說公體嗎 那所以呢 很多的批評是 沒有道理的批評 所以說我們就 見怪不怪就好了 那他說一點真靈 紅門開啊 一點真靈啊 那可見呢 我們這一點真靈 來自於老母 那這個 老母呢 是同時聚足在 每一個眾生的身上 那所以 每一個眾生呢 都是老母的分靈 老母是本靈 我們是分靈 那麼這個分靈呢 變成 這個肉身的樣子 來到人世間 這個是太極 無極動而有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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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動的現象 動的現象呢 是自然產生的 哦 佛家講呢 這是虛幻的 但是呢 虛幻呢 你必須呢 有有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無極動而生太極 哦 太極而生兩極 兩極生四象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鴻蒙開 這個過程呢 是一個 時間的 這種眼鏡 哦 沒有說為什麼 這個就是自然的道理 哦 花為什麼會開 哦 這個 樹苗為什麼會長大 哦 為什麼會結這個果 這個就是自然的道理 那鴻蒙開 表示說呢 這個天地 初開啊 哦 福西一化開天 這個一化 這個一呢 代表那個五極 五極的道理 這個道理呢 動而生了這個兩極的 兩極 哦 這個四象的現象 那他說一花五半啊 同根栽 哦 一朵花 有五朵花半 五個花半 五個花半 那這五個花半呢 用不同的 這個角度 去生長 但是呢 它的根呢 都是同樣一個根 同樣一個母源 那它用在不同的方向去生長 是為了 不同的需求 你不能夠問說 阿他為什麼要長這樣 他為什麼長這樣 他為什麼長這樣 哦 為什麼這個 西洋人 需要耶穌基督 而不是釋迦牟尼佛 中東的人 是要摩 摩摩摩德 而不是太上老君 你不能夠問這個 問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們的根性 就是需要這樣的一個 聖人來教化 所以一花五半啊 同根栽 同根栽就是同一個道體 那個道是一樣的 所以修到後來 我們會發現到說 原來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如果是老母的分靈 每一個人 合起來是不是就是那個老母 所謂一本善萬書 萬書歸一本嘛 我們 後面這一句也會講到 那說呢 一花五教定位在 一個道體 分化成五種不同的教化 這五種呢 我們已經說過 那只是一種代表 五個方位呢 象徵了一個圓滿的方位啊 圓滿的位置 同時度化到整個 眾生 那他的定位呢 他定位在這裡 就是教化這裡的眾生 所以每一尊佛 每一尊聖人 每一個教主啊 都有他的教化區啊 通通不一樣 那這裡是這樣說來的話 每一個教主 有沒有高低的分別呢 想起來是 是沒有分別 理上講是沒有分別 但是呢在佛教 佛家的說法 基督教 基督教 回教 所說的上帝 在佛家來看呢 只不過是 道立天的天王 天王來做這個教主 教化這個眾生啊 所以回到 回到天上也只是回到道立天 那佛家的 那佛家的 的這個定位 他講的很高 跳脫三界 這個超越 九法界 回歸到一身法界 我這個目標呢 是相當的高 那所以佛家的 這個修行念頭 一下子就是 飛到那裡去了 但是我們 必須知道 離可頓悟啊 事須見修啊 尤其是 末代時期眾生的更性 沒有辦法 一下子超越到 那種無極的境界 累結累世的 這種煩惱的訊息啊 我們說 這個一門深入長期熏休 那個長期的熏息啊 是受到煩惱一直在 一直在這種加深啊 那所以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這個拋 拋除這個煩惱 把煩惱轉成仆敵啊 這都需要 這個武教聖人 所以當時的武教聖人 就是五位名師啊 他們在不同的時空 來降世 來教導這些眾生 所以他們的定位呢 是有他們的需要 那後來武教的聖人呢 他因為沒有 聖人回天腳趾了 天命不在了 那後來的修行人呢 沒有明師直接的一點 所以只好靠著精益來修 所謂正法時期 相法時期 末法時期 但是呢 這個三個時期呢 這個三個時期呢 如果照佛經的說法 都還是可以 有所成就 這個教主呢 他有這個責任 來引導這個教徒啊 來回歸本位 只是呢 可能時間上 跟正法時期 跟明師注釋的時期 就要拉長一點 這是一化五教 所以五教聖人是五位明師啊 那現在五位明師都已經離我們好幾千年了 現在當代明師 即公我佛 又來普渡收遠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能夠得到明師這一指引 依照明師的教法 的指示 來好好修行 甚至我們今天呢 來體悟五教的道理 來印證這個道 這個是明師的教 這一點的可貴 我們才可以清楚 在五教之間呢 這個來龍去脈 他的這個道理的寬通 貫通啊可以了 了然無礙 這是明師的道 所給我們的 的這種指引啊 我們知道根本是相通的 那我們只要到根本 那我們就相通了嘛 就好像我們地球上每一條河流 雖然都不一樣 可是呢 最終是流到大海 到了大海就相通了嘛 那那一點 明師那個 明師指引的那一點 就是要我們回歸自信 自信的大海 回歸本性我們就相通了 回歸到那個原始的 老母的 的根源 就相通了 所以一禮萬書歸回來 一個禮 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印證它 印證的結果呢 都要歸回來 回歸到自信的大海 回歸到這個明師指點 那所以 明師那一指點啊 真的是非常的寶貴 如果沒有這個指引啊 我們在那個 六萬節在那裡流來流去 不曉得流到哪裡去 就在那裡一直輪迴啊 一直輪迴 根本不曉得什麼是究竟 什麼是根源 所以 這個 一禮上萬書啊 這個禮啊 是那種 性禮 是每一個四的四禮 是物禮 是天禮 是地禮 這些禮呢 通通都是道的演化 把這些禮呢 貫通了 那就回歸到道的本體 所以一禮萬書 那通通歸回來 歸回來 歸回來就是歸到這個道 那道呢 勉強說 因為那個現象呢 用言語沒有辦法說 用人的這個智慧呢 沒有辦法思量 我們透過先佛 這個聖賢菩薩 給我們的指示 我們試著來說 只有了親正親悟 才可以體會到 那個境界的 奧妙 他那個殊勝 他那一種自在 所以道是明明上帝 這個明明上帝 你不要又說那是道律天的天主 那是一種 形容 文字上的形容 明明上帝是那個道的 這個本體 他是 無形無色 無聲無秀 他是呢 一團虛靈 那一團虛靈 就是真空的樣子 真空 真空到底是什麼樣子 真空又是 又不是空氣那個空 天空那個空 他是激然不動 他是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 你看這個說法是多 多模樣的 精細跟奧妙 大到無窮無邊 小到呢 這個 戒指裡面 還有淨土 所以淨土裡面又有淨土 所以那個小是小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知道 只有法身菩薩知道 聽說普賢菩薩 藏在這個戒指裡面的淨土啊 這樣去 去獎金說法 去釋憲啊 所以普賢菩薩知道 這個法身菩薩知道 人不知道 人不知道 眾生不知道 今天透過明示意志典 我們可以慢慢修 我們也可以慢慢了解 那一份到底的奧妙 那所以 人的那一份信靈的親近 是非常重要 我們要常常保佑 我們那一份靈性的自在 靈性的沖河 保持在那一份 清淨沖 謙卑 真誠的狀態 那那個狀態呢 那是一個 道的化育 那所以道的化育 表現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的這個肉身上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感受得出來 就好像這個電燈 電燈有它的亮度 有它的熱度 那它的亮度跟熱度 依照它的燭光 我們可以感受到它的強 弱 那一個人修道 如果能夠達到親近 達到平等 達到真誠 慈悲這樣的一個 一個狀態 那它流露在肉身上的 一定是 就是 孟子講 雖然 昂於背 沖澀於這個肢體 那一股浩然正氣 好像呢 隨時都可以 在這個 這個外圍上 感受得出來 這個是道 所以道是 妙不可言 那麼我們今天 世間的人 迷而不覺 噢 邪而不正 染而不盡啊 這些種種的現象 讓自己陷入到 無邊的這種苦難 那我們又常常 把別人的這種苦難 別人的煩惱 別人的垃圾 放在我們的心上 甚至為了我們的 這個 周遭的這些 人情世故啊 讓自己千禪掛愛 沒有辦法自在 那所以 自己要回到 那個親近的本體啊 非常的不容易啊 但是佛頭告訴我們 人 眾生都有 如來智慧得相 都有 這個道理都在 可是呢 妄想 執著分別 這些煩惱把人障礙住了 你只要有辦法呢 讓這些煩惱放下 那麼你就可以回歸到 本來面目 回歸到那個自信大海 那這個放下這個功夫 就是我們說的修行的功夫 就是五教的登山之路啊 所以透過五教 五教就是各種宗教 各種宗教的修法 當然我們必須講 必須是正知正見 哦 正命正行啊 這些宗教啊 我們才可以真的達到三頂 所以我們舉出五教做代表 那我們今天 試著來講 五教的教義 我們講儒教 對啊 因為我們今天要認清課題 末法時代的眾生啊 修行的課題 就是以儒家為主 所以你看儒家 從古到今 很少人把它說成是宗教 你說孝順 你說這個 這個 這個怎麼會是宗教呢 這個是人生活上 本來就是必須具備的言行啊 怎麼會把它定為為宗教呢 把它定為這個教規呢 借條啊 那所以真的是最沒有宗教色彩的就是儒家 也不是宗教的一個團體 我們講三肝五常 我們講五輪八德 這不是在講宗教 那是教化 聖人的教化 那是我們的生活的言行 所以儒家講到 道體的 講到我們修行的次第的 中庸 大學 這兩本經 可以說是儒家 講到信理心法 最主要的兩部代表 那麼倫語 孟子 是把這個 信理心法 把這些 聖人的這個教法 把它表演出來 給大家看 孔老父子怎麼做 孟老父子怎麼做 你們跟著他做 你們跟著他做 跟著他學 把他表現在你的生活上 那麼你就走入聖賢之道 你就可以了 成聖成賢 所以在這篇 五教合一的訓文裡面 先佛以忠祖之道 我們知道 純心養性 直中冠一 來代表儒家的這個 修行奧子 那麼我們知道 中庸之道 是儒家 這個孔老父子 跟曾子的對話 孔老父子說 無道義以貫之 我的道理 用一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說法 把它通通包括起來 那這個一這個說法 因為太過太過懸遠 太過深奧了 所以呢如果不是登堂入室的弟子 沒有辦法了解 那孔老父子最得意的學生 所以當孔老父子 先過世 所以當孔老父子 把這個天命 要傳承下去的時候呢 就試驗他的這些學生 其實子貢是最有可能的 那子貢因為跟在孔老父子旁邊 最久 在種地子之中 跟著最久 出最多的利 也出最多的錢 那麼也很用心 在孔老父子的教法上 所以孔老父子 很希望能夠把這個天命 傳承給子貢 那子貢也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物 我們知道孔老父子過世之後 子貢他行孝道 在孔老父子的墓旁邊 守孝守了三年 那種地子守了三年 各自回家之後 子貢繼續又守了三年 一共守了六年 那所以子貢對於孔老父子的孝 孔老父子的這個 尊啊已經做到了淋漓盡致的一種表現 不過很可惜就是 這些外表的動作 並沒有辦法讓他得到天命的傳承 也就是說 子貢的心性沒有悟到孔老父子 那個一以貫之的道理 所以他沒有辦法登堂入世 他心性的修為 畢竟還不到火候 不到功夫啊 所以外在的這些做法 雖然說他出很多錢 做很多事情 是一個善人 也是一個好人 甚至是一個孝子賢孫 一個好徒弟 可是呢 這些好對於心性來講 都只是一種福報 都只是算是修福啊 都不能夠算是功德 真正的功德 必須是 登堂入世 必須是了悟到 這個性理心法 孔老父子說啊 無道一以貫之 你必須了解到那個一的道理 你才有辦法跟師呢 這樣呢 互相感應 互相的融合 師道 才可以 有力量的 無遠佛界的傳染下去 所以 子貢雖然是個好人 可是畢竟呢 他就是沒有辦法體悟到 所以子貢就 成了賢人 真正的聖人 他的標準 是連起心動念都沒有 起心動念都沒有 就是達到一種 義貫之 他沒有想法 沒有思想 所以呢 他可以通到任何一個眾生 他的內在裡面 去了解到任何 任何萬物 任何眾生 他的一個內在 的想法 這是聖人的標準 那曾子呢 在孔老夫子的眼中 是一個非常愚鈍的人 我們說老實人 在道場 我們說啊 不要便巧 也不會呢 有什麼很機靈的反應 但是呢 這種人呢 卻是傳承一波的主要的人 所以老實啊 進道 那曾子就講了這個道理 中術之道 他就守中術之道 中術雖然還不是道 可是呢已經相當接近道 所以呢 曾子的這個悟性啊 當時已經達到老實的標準 老實的圓滿如果是100分 那曾子呢可能已經達到 七八十分有了 所以在重地子之中啊 唯一達到七八十分的 分數最高的 那就是曾子 那雖然做人很老實 很很 很不會 很不會這個反應 口才也不是很好 可是呢這個人呢 他的悟的心性已經達到標準 那老師就把心法 把這個天命傳承給他 那當時啊 在論語這段對話啊 實在是現在看起來是相當有趣啊 孔老夫子問無道義官司 沒有一個人了解 現場的學生沒有一個人知道 孔老夫子在講什麼 那只有曾子他講說 孔就是士 那士就是 心心相應的 師徒之間起了一種 這種 天地的共鳴啊 那這種共鳴呢 大概學生 很很自在很逍遙很快樂 老師呢比學生更快樂更自在 我們說 這個學生找老師啊 要踏破鐵鞋啊 千里訪民師啊 那是很不容易啊 那孔老夫子是五教的 民師之一啊 這些學生呢 這些學生呢 要能夠敗在孔老夫子的門下 都有機會能夠成勝成賢 但是呢 老師找學生更難 我們 我們剛剛講千里訪民師 可是呢 民師訪高徒啊 民師尋高徒啊 這個比千里訪民師啊 那是難上加難 所以為什麼孔老夫子 在炎悔過世之後 會這麼傷心 會這麼難過 會講到說 天要殺了我 天要把我殺了 我最心愛的徒弟把我帶走了 孔老夫子的兒子孔離死掉之後 孔老夫子都還沒有這麼傷心 但是他的高徒 因為死了 他覺得這麼傷心 我們可想而知啊 孔老夫子的期待是什麼 他的擔心是什麼 現在呢 竟然有一個學生說 是的老師 哇這句話真的是天地的巨響 如果我們能夠在民師面前 什麼事情都說是的 老師 你只要照著老師的話去做 照著老師的指示去做 那麼你就可以走上覺悟之路 相信民師 是度過我們生死大海的想島 也只有民師 他才可以幫助我們 超凡入聖 超越生死 跳脫這六道輪迴 所以 今天爭子這一幕啊 他就是在老師面前 表現出來 是的老師 他對於心性上的體悟啊 已經進入那個 所謂中廟之美 百官之父啊 那個登堂入室的堂奧裡面 可以去悠有自在 所以我想最高興的應該是孔老夫子 這一幕跟佛教 他 釋迦牟尼佛傳給大家 那一幕完全一樣 那佛教那一段 我們到佛教再來講 我們就講儒家這一段 那麼曾子呢 他本身 在於修行上 對於孝道就非常重視 我們說所有的德目是孝為根本 那他就是修根本中的根本 法門之中的法門啊 他其他的都不修了 只要把這個孝修好 做好了 然後得到老師這個心法 就回聖了 所以曾子是我們的榜樣啊 是我們學習的目標啊 我們在道場 講我們自己的 這個 心性路頓啊 才能愚昧啊 沒關係啊 我們有聖人曾子 來做我們的典範啊 我們只要好好的學習曾子 學習他的這個孝行 我們一樣可以成聖 我們一樣可以回歸到老師 所指點的那一份道理 所以他這裡講 忠樹之道純心養性 直忠冠一 忠樹之道 我們知道把這個忠 把這個術 把這個術的道理 去把它存養起來 把它修養出來 我們知道忠是包括孝 所以忠孝是一體的 那術呢 術呢就是 是推幾幾人 也就是說你把忠孝的道理 把它推幾幾人 這個天下眾生 讓天下眾生 都在忠孝的教化之下 成為忠孝之人 這是術道啊 所以 教化眾生 沒有比 教眾生 讓他成為一個忠孝之人 還要來得最直接 忠孝就是一種最好的修養 最好的這樣一個得目 那死死去存心養性 存養他 今天做到這個標準 明天達到更高的標準 養那個性 性是我們光明的本體 性是我們的良知良人 那份良知良人 那個發端還沒有完全的朗線 那麼我們慢慢去行忠樹之道 讓我們的這個心性啊 可以慢慢擴充 擴充 從我們的身體 擴充到我們的家庭 那擴充到整個 國家天下 甚至擴充到整個宇宙 法界 那儒家不講法界 儒家講到宇宙 那宇宙就是 包括所有的 一切空間與萬物 所以職宗冠一 職宗 職室的這個宗 宗就是不編不已的本性 宗就是這個道體 透過宗孝來達到這個宗的標準 那麼我們在儒家的修行 講時宗 時宗就是隨時都在處在一個宗的狀態 這個宗是後天做人做事的一個準則 沒有過與不及啊 沒有太前與太後啊 都處在一個宗的狀態 所以講時宗 那儒家呢 他在後天的環境 儒家雖然不講 這個鬼神的道理 不講超乎先天的道理 但是呢他要人做到一個宗的狀態 宗的狀態就是一個 一個道體的朗線 不會有所偏移 不會呢 有所 這個 問亂啊 那都是存養那個到底 都保持在一定的狀態 結果呢 就後來貫通 後來貫通到所有的 這個萬事萬物上 這叫冠意啊 直中冠意啊 所以我們中國人 特別強調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呢 是一個 是一種很深很深 很深刻的這種修行 我們因為落入後天之後啊 我們難免會有偏向 有嗜好 會有興趣 但是呢儒家告訴我們 有偏好有興趣 甚至呢有這些習性都沒關係 只要讓 道之中子 產發五教聖人之奧子 我們上一次 講到實中的道理 那因為我們最近 八八節 莫拉克的颱風 造成台灣的重創 尤其是南台灣 傷亡非常的嚴重 傷亡非常的嚴重 所以 分析原因 分析這個來龍去脈 都已經沒有意義了 現在的受災受難的這些人民啊 最重要莫過於一碗熱飯 一杯的熱茶 這些民生物質的救助啊 那所以 我們今天看到 新聞的報導 我們看到 傷亡的人數 持續在累積當中 那個數字到現在 還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被洪水沖走 有多少人還埋在土石堆裡面 現在呢 也沒有辦法清楚的了解 那有多少的財產的損失 那更是呢 難以估計啊 那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災界 身為修道人 在今天講道之中子 我們更加的 發出那一份 哀驚的心 悲悯的心呢 那希望透過 我們的 修行的這個 波動的影響 讓台灣的這塊報導 災難不要這麼嚴重 那麼災難這麼嚴重 可見呢 台灣的修行人 他還沒有辦法 把整個台灣的工業 給他扭轉過來 給他扭轉過來 那可見呢 善的力量 還沒有惡的力量那麼大 以至於呢 人民受苦受難 那麼人民不絕 為了經濟利益的考量 爛採山坑 爛發樹木 亂抽地下水 沒有這種安全意識的觀念 那這個 在現在來講 也不是他們的錯 這個就是世間人 世間正常的現象 那只要是人 都會這樣子 那因為不絕的狀態 所以累積各種的災難 慢慢的形成 那這個不是台灣現象 才會產生 各地方 都會產生這樣的一種 災難的 產生啊 那現在全球 氣溫越來越溫熱 地球暖化 造成的這個氣候啊 產生極大的一個變化 那麼沒有水的時候 就持續的乾旱 人們也是叫苦連天啊 那要求水 希望來個颱風 把水庫的水填滿 結果呢 兩天之內 來了三十個十門水庫的水 這人民啊 銷售得了 那所以 冷的地方 越來越冷 熱的地方 越來越熱 乾旱 跟這個水災 交替的形成 那這個就是氣候 極端的變化 那這種現象呢 都是在警告 人類 警告我們的地球 隨時會有大災難的產生啊 那面對這樣的恐慌 我們修道人 還沒有辦法扭轉 只能夠透過 自己努力的修行 把這個善的波動 善的念頭 不斷的讓它發放光明 希望呢 在我們周遭生活的這些民眾 喔 在我們這塊土地 生長的這些人民啊 能夠得到 這些 善念 善心 的庇佑 然後扭轉 那個工業的現象 那所以 修道的團體 修道的團體 必須 像慈祭 有慈祭這樣的單位 有這些慈善的單位來 幫助他們 但是呢 也需要 由我們現在所講的 這個 純心養性 乃至於 修心練性 明心見性 這樣的真正修行的人 來扭轉整個世間的危局啊 那所以 每一次的災難 都是修道人 最好的警惕 告誡自己 修行能力不到 以至於沒有辦法 扭轉 整個 業力的產生 所謂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啊 這個是 儒家告訴我們 修心養性 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做法 那所以說 當今的社會 需要儒家這樣的修行人 默默的在為社會 為的這個民眾 為的這個人民 來做事情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絕對 不能夠苛責 人民他們所造的 惡言惡行 一切的惡言惡行 雖然是 不絕的狀態 但是呢 絕跟不絕之間 它有一個善惡的拉扯 如果善的力量強 那麼 就能夠保住這裡的人民 雖然還有造惡的人 可是造惡的人 受到這些善心 善念的影響 他還不至於受到 共業的果報 那所以在佛經裡面 它特別 有強調 一個地區 如果有阿羅漢以上的修行人 那麼這個地區呢 就不會有天災地變 那在儒家 阿羅漢等同一個君子 一個君子的注釋 他所注釋的地方 不會產生天災地變 那如果這個地方呢 還是有天災地變 那麼可見呢 我們這個修行人 還不夠力 修行的力道還不夠 功夫還不到火候啊 所以沒有辦法 阻擋這個業力的產生 那所以看到這個災難 千萬不要用批評的態度 來面對這些天災地變 或者是說面對這些人民 一切呢 一切呢都是反求足跡 都是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呢才會這樣 造成這樣的災難 我只有更加的修行 更加的精進 這樣呢才能夠報答 眾生的恩惠 天地的恩惠 對呀 那所以我們 講到了 五教聖人的奧子 都是在講 一個修行人 他怎麼樣 透過各教的修行 透過他們各自教義的方法 來努力實踐 讓自己達到的這個光明覺知的狀態 讓自己呢 做出這些聖賢的一個模範 然後呢來影響人民 影響社會國家 所以儒家 他講到這一套 從格物到平天下的道理呀 這個是講得非常的好 簡潔惡藥 而且呢直氣人心呢 那如果說從佛家的觀念 那麼佛家可能一個格物就是一本經典 或是好幾本經典 那儒家講得最乾脆最直接 而且呢最入世的法門 所謂入世法門就是對於眾生 有直接的利益 直接產生利益的 讓眾生呢能夠 會有所嚮往 有所追尋 讓他們在生活上真正的改 改變過來 這個就是入世的修法 好